南宫公主和韩王妃,您二位可以随时开始,老奴等这里结束之后,好回去复命。 他确定了是隐病,也就是假抗。思考间,他取来笔墨写下了诊断。旁边,谢瑶基本没动,只是象征性地去到宫女面前看了看,连诊脉都没有,就退了回来。也不写诊断,而且还看着南宫宴写。 韩王妃在做什么啊?说韩王妃不知如何治疗直言便可,无需行此偷鸡摸狗之事。 谢瑶直接一个白眼翻过去。韩王妃怎么好像在抄袭南宫公主的药方啊? 分明就是,韩王妃你们还不知道是谁吗?不就是将军府的谢瑶?据说她并不懂医。 刘公公就站在旁边呢,韩王妃都敢如此做,就不怕圣伐? 谢瑶迎上刘公公看过来的疑惑眼神,这病症我不擅长。 我就说她不会吧,她是被大家发现了在抄袭,所以只能承认自己不会。 得了假抗的宫女接过南宫宴的药方之后,激动地直接跪倒磕头。 多谢南宫公主,多谢南宫公主。 下去吧。 南宫宴瞥了谢瑶一眼,不无得意地走向第二名宫女。 第二名宫女,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异常,但南宫宴仔细检查之后发现是贫血, 便开了个补气溢血的方子。 谢瑶仔细看了看,又拿起宫女的手翻开了一下,就退回了原位。 宫女指甲凹陷得比较严重,应该是患了贫血症时间不短了。 南宫宴的方子也没什么问题。 韩王妃,该宁了。 这个病症我也不太擅长。 又认输,连续两局认输,韩王妃根本就不想赢啊。 那你还想如何?要让韩王妃大上南宫公主吗? 接下来的那些人,谢瑶继续一样画葫芦,不是这个不擅长,就是那个看不出来,反正只要是南宫宴诊断正确,并且用药正确的,他就不插手。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南宫宴和谢瑶身上,却没人注意到在这偌大的庭院里,多出了两个人,分别是楚寒和楚夜。 还剩最后一人,我希望韩王妃这次不要再放弃,不然这次切磋将毫无意义,我也不会认为我们已经切磋过了。 先看看再说吧。 谢瑶不知可否,目光落到最后那个病患身上时,眉头忽然一皱。 南宫宴没有从谢瑶口中得到答复,恨恨地回头,走向太监。 手指刚刚搭在太监手腕上,目光在太监脖子处一顿,立刻好像受惊的兔子一样,搜得一下后撤,直接躲在刘公公边上。 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另外,查清楚他都接触过谁,一遍都抓起来,一个也不能放走。 南宫宫主,怎么回事,为何抓人呢? 他,他,他,他得的是鼠疫。 没错,就是鼠疫,快抓住他。 此话一出,那太监直接吓得跌坐在地。 鼠疫,真的假的? 还什么真假,快跑啊,逃命是真的。 不过眨眼的功夫,这偌大的院子里就乱成一团。 将这里团团围住,任何人只能进不能出。 另外,把这几日跟那个太监有过接触的人,全都带到这里来。 杀,快杀了他,绝不能让鼠疫蔓延出去。 必须杀了他。 慢着,不必杀他,这病我能治。 刘公公看见谢遥走向太监,立刻喊道。 韩王妃不可。 谢遥不为所动,取出一个口罩戴上,然后蹲下身子,给太监诊脉查看病情。 多谢韩王妃不嫌弃,你救不好奴才的。 奴才,就不给您添麻烦了。 说完,他一咬牙,一皱眉,打算咬蛇自尽。 让我救你,你还有活的机会,最坏不过就是一死。 你现在就死,就等于放弃了救治的机会。 是死是活,你自己选。 您真能治好鼠疫? 能。 罢了,您治就是,奴才一定配合。 呦,臣王殿下,韩王殿下,您二位怎么也在这里,这让老奴如何跟皇上交代呀? 哎呦,里面可是得的鼠疫呀,这万一。 刘公公,前面宫殿里应该没人,就让谢遥去那里救治吧。 许久没见过三哥入宫了,看样子三哥的病症好了不少。 自从本王患病至今,也有几年了,入宫的次数,的确趋之可数。 那三哥此次入宫所为何事? 五弟不必如此。 上子九楼的事情的确是误会一场,还请五弟不要介怀才是。 此事乃本王的家事,三哥不必再提。 皇上驾到。 见过父皇。 回禀皇上,韩王妃正在救治,看样子应该能抑制住鼠疫。 老五。 镇静不知你的媳妇有这么大的本事。 请父皇相信谢遥,在医术上,她从不做无把握之事,应该有治愈鼠疫的把握。 儿臣的确是觉得这几日身子好了许多。 想起已经许久没有进宫给父皇请安,便自作主张入宫,还请父皇责罚。 见过父皇。 启禀父皇,儿媳已经给苏公公服了药,没有大碍了。 她所患的病症并非鼠疫,还请父皇放心。 不可能,我亲眼见过鼠疫。 苏公公的症状跟鼠疫患者一模一样,绝不可能错的。 苏公公的病症的确跟鼠疫很像,但有一点完全不同。 换了鼠疫的人,身体会寒湛、高热、体温骤升。 她的确是打了个寒湛,体温也很高,但不是骤然升高的。 而是这几日不断反复,是染了风寒发热的迹象。 此事我已经仔细地问过了,有苏公公同住的其他人可以作证。 体温反复也不能证明不是鼠疫。 既然韩王妃如此笃定,她患的不是鼠疫。 那么还请韩王妃告诉我,她患的究竟是什么病症。 只是染了风寒吗? 是风寒病的一种,也叫做急性风寒。 我曾经在一本医书上见过,只是不记得书名了。 急性风寒?为什么我从没听说过? 急病皇上,韩王妃所言无误。 急性风寒? 本王带兵打仗的时候,曾经遇见过,症状的确跟鼠疫很像。 还是当年的隋军大夫经验丰富分辨出来,否则必定军心打乱。 本王也听说过这个病症,因为很罕见,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想不到韩王妃竟然知晓。 此事到此为止,不可在意。 刘公公,扶朕回去。 是。 三哥入宫请安续吧,我就不陪你了。 说完,就朝着谢遥的方向追了上去。 你瞅啥? 跟南宫燕的比试,你是故意输的。 不是啊,我一数不经,比不过他的。 平西王与本王有恩,如果可以,本王希望你可以治好他的病症。 再给我一些时间,让我仔细考虑一下吧。 诶,五弟,你不是刚入宫吗? 怎么这么快就急着走了? 四哥,许久没见,你倒是别来无恙。 见过沐王。 五弟果然好福气啊,能娶到弟媳这样漂亮聪慧的人。 本王常做善事,自然会有善报的。 五弟的确厌福不浅,但有时候是福也是祸。 五弟跟弟媳关系不墨,此时京城人人皆知。 但五弟此刻却故意入宫,做出营救弟媳的姿态,这实在是…… 虽说弟媳是将军府的女儿,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大可不必如此的。 本王的王妃,自然是要本王来接。 王爷,人家累了,不要站在这里闲聊了,我们回府吧。 四哥,你入宫请安吧,本王先走一步。 春华,见到子晴了吗? 府外来人找过子晴,子晴出府去见人后就一直没有回来。 启禀王妃,梁夫人求见,梁夫人说有要事,请您务必见她一面。 带她进来吧。 见过韩王妃。 不必多礼,你急着找我是何事? 子晴在吗? 子晴? 子晴出府了,现在还没回来。 那就是我听到的事情是真的。 我今日偶然间经过一个茶楼,听见有人提起你,便留心听了一下。 结果就听到他们说起绑架了子晴,把子晴卖给了人牙子,好像是要卖到山里去。 你还听到什么了? 是谁绑架了子晴? 好像还听到了公主二字。 你确定吗? 确定,的确是公主。 不过他们没说是哪位公主,我一开始还以为听错了,现在该怎么办啊? 你先回去,今日这件事情你就当做没听见,来韩王府见我,你只是想要治病。 嗯,好。 准备马车,我要回将军府。 发生了什么事? 子晴被人绑架了。 绑架?从何处得来的消息? 谢瑶被拉的脚步一顿,站定后沉吟了一下,便将梁子贤所说的告知了楚汉,引去了关于公主的部分。 吴峰,去严省城中所有人牙子,必须尽快找到子晴的下路。 是。 你稍安无躁,本王那人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好。 大概过了一刻钟的功夫,吴峰便快速折返回来。 启禀王爷王妃,已经找到了子晴的下路,此时再送往山中的路上。 即刻命人拦截,将子晴送去傅云轩。 是,王爷。 不必,我亲自去接他。 你不必亲自前往,本王那人会将子晴安然无恙地送回来,你大可放心。 我要亲自去。 本王和你一起去,走吧。 好。 吴峰,再快一点。 为了尽快赶到,车夫已经换成了吴峰。 王妃,已经很快了,再快的话,马车会承受不住的。 不必着急,吴峰的技术远胜普通车夫,定会让你尽快追上去的。 子晴只是个陪嫁丫鬟,为什么你如此兴师动众地亲自去接? 本王命人送回去,和你来接似乎并没有区别。 对于我来说,子晴不是下人。 他从小和我一起长大,虽然不是亲人,但胜死亲人。 胜死亲人。 所以,动我亲人者,虽远必诛。 葵子,你这次可是要大赚一笔了吧? 听说那户人家给了你不少银子。 嗯,是那户人家福气好,赶上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 而且那户人家兄弟好几个都没媳妇,这是打算几个兄弟一起娶一个媳妇。 自然是要多给些银子了。 就在这时,忽然一辆马车从旁边飞驰而过,直接停在了前面,挡住去路。 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好好饶命,好好饶命,别杀我,我就为车夫啊。 车里的葵子感觉事情不对劲,下意识的就取出一把匕首,要去把子晴拉过来当人质。 结果,手刚伸出去,帘子就被掀开,一只抓住她的脚踝,一把就把她扔了出去,摔了个天旋地转。 紫晴听见动静,连忙把眼睛睁开,刚好看见王妃从外面进来。 煞时,满心的委屈涌上心头,一个字都没说,直接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好了,不怕,不怕啊,我来了,紫晴,没人能伤害到你了。 王妃,我好害怕呀。 吴风,将他们二人压解回京,送去官府,严刑拷问。 给我杀! 王爷小心,有刺客! 吴风把手中缰绳一甩,取出随身配剑,护在了马车前面。 楚寒魔光一寒,坐视要出去。 保护好王妃。 小心。 是! 吴风领命,死守马车寸步不离,满眼冰寒。 看见楚寒出现,所有人立刻朝楚寒围了过来。 外面,楚寒身边的刺客越围越多,几乎所有人都围了上去。 但即便如此,那群刺客短时间也奈何不了楚寒分毫。 楚寒久经沙场,闪转腾挪间就已经击毙了几名刺客。 领头人见视皱眉,发现寒王似乎一直有意保护马车里面的人。 视线立即落到马车上面。 抓住马车里的人,我会小心! 啊,王妃小心! 子晴见到一把剑刺过来后,惊慌失措地大喊。 与此同时,马车裂开。 他们直接暴露在了刺客眼下。 抓住他! 你们该死! 一把寒光灵灵的剑,迅速地朝着谢瑶刺了过来。 谢瑶用尽全身力气朝着旁边躲了开去。 刷! 又一剑朝着谢瑶而去。 千军一发之际,楚寒直接飞身, 挡在了谢瑶身前。 滚开! 扑的一声,什么东西溅到了谢瑶的脸上, 而且还是温热的。 谢瑶身体狠狠一颤,视线凝结在她的肩膀上。 伤口不断地涌出着血, 一团团的血色瞬间刺入了她的眼中。 楚寒! 王爷! 侧妃,大事不好了, 王爷在城外遇到了刺客受伤了, 现在就在服云轩。 你说的可是真的, 可是亲眼所见。 是真的, 侧妃快去看看吧。 上官侧妃请留步, 王妃正在给王爷治伤, 还请侧妃回去等候消息。 王爷的情况如何, 受的伤是否严重, 是否已经传了寓意? 上官侧妃伤安勿躁, 有王妃给王爷治伤, 王爷一定会快速好起来的。 王妃? 还是命人去请御医吧。 万一王妃治不好王爷的话, 再请御医还是要耽误时间。 侧妃请放心, 王爷寄人天象, 不会有事的。 侧妃还是去休息吧。 王爷必须安静地接受治疗, 等王爷治好了伤, 自会让人去通知侧妃的。 我就在这里等着, 等王爷需要我的时候, 我可以随时出现。 屋中, 谢瑶已经将手术前的准备全部做完, 开始救治。 缓缓用手术剪, 剪开楚寒伤口附近的衣服, 将伤口全部露出来的一瞬, 他倒吸一口凉气。 实际的伤口竟然要比他想象得更大, 更深。 立刻仔细检查一番之后, 谢瑶才松了口气, 没有伤的药害。 即便如此, 锁骨也受了些损伤。 小伤而已, 大惊小怪。 谢瑶抿了下嘴唇, 所有精力都在楚寒的伤口上。 因为距离药害太近, 就连消毒都要小心翼翼才行。 喂, 你在看什么? 本王的伤口有那么好看? 放下, 快放下, 本王不用这个东西。 别乱动, 这是麻药。 你的伤口太大, 不打麻药会很疼呢。 不打, 本王不怕疼。 你, 确定不打麻药吗? 希望受伤的时候, 本王也从未使用过任何与麻醉残有关的东西, 直接来就好。 那你忍着点, 我要开始轻创了。 表现不错, 希望接下来你会更…… 希望本王是吗? 希望你一定要忍住, 因为接下来会更疼一些。 谢瑶看了一眼伤口, 这伤口至少要缝个几十针, 甚至可能是上百针。 缝针的痛感要比轻创强烈得多。 无妨, 你尽管救治便是。 放松些, 不要用肌肉去抵抗, 那样你会感觉更疼。 尝试着去感受疼痛, 然后主动弱化它, 忽视它。 楚寒闻言, 心头似乎有一根羽毛轻轻地俯过, 它也可以这样的温柔的。 楚寒心头一动, 一句话脱口而出。 你究竟是谁? 我还能是谁? 不就是韩王妃谢瑶? 缝合很快结束, 谢瑶看着面色如常的楚寒, 心中不免有些惊叹。 本王就说这是小伤, 你还不信? 非要给本王打麻醉针? 王爷说的是, 王爷英勇, 自然不会惧怕这点小伤。 你…… 你要说什么? 别吞吞吐吐吐的, 有话就说。 你不是一直很厌恶我, 恨我入骨吗? 那刚刚面对刺客的时候, 你为何又过来救我? 任由我被刺客杀了, 不是刚好称了你的意? 本王哪里是在救你? 本王那是在救本王自己, 你是本王的王妃, 若出秦一趟之后, 本王的王妃死了, 本王却安然无恙, 一定会被人说, 本王无情无义, 冷漠残酷。 一睡完了吗? 若无事你就出去吧, 本王伤重, 今晚就在这里睡了。 你想睡就睡吧, 明日回自己的地方睡就睡。 本王的伤势不可跟任何人提起, 若有人问, 便说本王伤势严重。 知道了, 注意别碰到伤口, 明早我来给你换药。 啰嗦。 我乃韩王府侧妃, 何人来我马车? 上官侧妃不必紧张, 本王听闻武帝伤重, 又刚好看见了韩王府的马车, 便拦下问一问。 还请沐王恕罪, 我有要事要赶往上叔府, 不便奉陪。 本王就问几句话, 上官侧妃稍留片刻就好。 楚慕表现得很温和有礼, 话已至此, 上官越不便强行离开, 便下了马车, 见过沐王, 沐王有什么问题, 请问吧。 这里不便说话, 还请上官侧妃, 借一步说话。 说完, 他镜子转身走向了一旁, 上官越有些疑惑楚慕的举动, 想了想, 还是跟了上去。 不知沐王有何事, 请说。 本王听说, 上官侧妃嫁入韩王府多日, 至今没有跟武帝圆房, 可有此事。 不知沐王从何处得来的消息, 又为何来对我说这些话? 沐王究竟是何意? 本王还听说, 你被人下毒, 如今已再无法怀有神, 你…… 我不知沐王是从何处听来的谣言, 这些不过是无稽之谈, 沐王聪明绝顶, 自然不会相信这些毫无根据的传言的。 无事最好, 本王还以为确有此事, 准备出手帮助上官侧妃渡过难关呢? 沐王说笑了, 即便我真患上无法怀孕之症, 也是很难治疗的, 更别提治愈了。 本王自有本王的办法, 不过既然上官侧妃没有患上此病, 倒也是一件性事。 如果真的不能怀孕, 本王府中的神医, 也能让你身体恢复如初。 上官月心中狠狠遗产, 恢复如初? 真的吗? 沐王究竟想要我做什么? 本王最近也的确遇到了一些难事, 也许上官侧妃, 可以帮助本王挤获。 王爷重伤不便见客, 还请诸位海涵。 善全在大门外站了一上午, 寸步不离。 五弟伤势如何? 本王也不能进去探望吗? 请沐王殿下见谅, 王爷重伤需要静养, 短时间内无法见客。 那也罢, 那就让五弟安心养伤吧。 本王过几日再来看他。 来人, 把礼物放在门口, 回府, 恭送沐王殿下。 等见着沐王完全离开后, 他立刻转身进了府中, 直奔浮云轩。 善全一进来, 便将门外发生的事情如实禀报。 楚寒听完之后, 眼中一片冷冽之寒, 便挥退了善全, 又把吴峰叫了过来。 王爷, 卑职在, 去把那个周亚依抓了。 王爷, 您不是打算引蛇出洞吗? 不必那么麻烦了, 直接将周亚依 和之前抓的那两个人斩首, 然后将头颅和无头尸 都扔到沐王府。 是。 做得隐秘些, 杯子一定不会让沐王的人发现。 本王是说不要惊吓到百姓。 哦, 是, 杯子明白。 启禀王爷, 王妃, 刘公公来了, 还带着御医, 带他们过来吧。 是。 你可有办法, 让本王看上去虚弱不堪。 能是能, 但瞒不了多久, 最多, 也就是一炷香的功夫吧。 而且不能多次使用, 对身体有害。 无妨, 等一会刘公公快到时, 便给本王用上。 王爷这是要称病不出门了? 您想让本王活蹦乱跳的出去, 然后被各方当成剑靶子去射吗? 瑞公主, 王爷伤重, 需要进, 滚开。 瑞公主。 找我死啊。 楚瑞一脚将扇拳踹倒, 快步地朝着福音轩而去。 请。 楚瑞刚赶到扶云轩, 就看见谢瑶从房间里出来, 立刻冲了过去, 抬手就是一个耳光打过去。 该死。 谢瑶眼底寒芒一闪, 侧头躲了过去。 瑞公主, 如果要发疯, 请换个地方。 寒芒府很大, 足够瑞公主发泄, 但不能在这里, 影响王爷休息。 你少在那假情假意的, 五哥受伤就是你害的, 你有什么脸面说这些? 瑞公主, 慎行。 你认我慎行? 你把五哥害成这样, 你等着父皇和母妃惩治你吧, 根本无需我动手。 让开, 我要去探望五哥。 王爷已经休息, 请瑞公主改日再来。 你说休息就休息啊, 我不信。 瑞公主请留步。 吴风, 你敢拦我? 个灾星, 你究竟要干什么, 连探望都不让? 是你害我哥受伤, 如果没有你, 我哥绝不会受伤, 更不会重伤致辞。 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了?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之内, 你拿上休书滚出韩王府, 终身不得靠近韩王府半步。 看来瑞公主似乎忘记了, 不久前在我的浮云轩发生了什么? 谢阳, 你大胆! 我怎么了? 谢阳, 你跟我装模作样有何意义? 五哥就在房中, 你我的对话他听得一清二楚。 你是什么样的人, 他也一清二楚。 韩王府不需要你, 五哥也不需要你的医治, 我自会请御医过来。 所以, 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在这里, 你是客, 我是主。 如果你继续废话连篇, 我就直接命人将你请出去。 说完, 他朝着楚瑞不着痕迹地甩了一些袖子, 一种无色无味的粉末, 无声无息地融入空气中。 来人, 送客。 你竟敢赶我走? 谢阳, 你就不怕得罪了我? 我不是早就得罪了瑞公主吗? 宫外可有什么消息? 是将军府的消息? 将军府的什么消息? 说, 是, 宫外传来消息, 说王妃的祖父, 将军府的谢老将军, 患了疾病。 什么疾病? 来人没说清楚。 我要出宫。 拿着本王的腰牌, 出宫顺长一些。 谢谢。 举手之劳, 谢梁和谢文武领兵出征, 府中自然是担忧的, 杀了年岁的人犹是如此, 不必过于担心。 而且, 你祖父年轻时, 也是圣极一时的将军, 虽然年事已高, 但英勇不减当年, 不会有事的。 我出宫查看我祖父病情, 会尽快回来, 在此期间, 会有人将汤药熬治好给你, 除了我给的汤药之外, 你不能服用任何其他药物, 否则如果有情况发生, 我会来不及回来处理。 本王如何知道哪一碗才是你的汤药? 他看见, 谢遥从入店以来, 脸上的表情一直是紧张而严肃, 已经到了嘴边的认同, 忽然一变, 成了疑问。 我去把熬药的宫女给你叫来, 只要是她熬给你的, 就是我的汤药。 宫女的打扮大同小异, 本王如何记得住?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分辨? 你让吴峰记住, 本王只和吴峰断来的汤药就是。 王妃, 那个熬药的宫女, 可是叫翠竹? 是她? 谢遥呼出一口气, 瞪了楚寒一眼, 连招呼也懒得打, 直接走出店外。 被楚寒这么一闹, 心中因为担忧祖父所造成的紧张, 倒是随之消散不少。 看着谢遥离去的背影, 楚寒嘴角勾了勾, 心情不错。 王爷, 我给您亲手熬了补汤, 您趁热喝了吧? 哦? 知晓王爷伤重, 我专程回了一趟尚书府, 找父亲要来一支百年人参, 给王爷熬制, 王爷尽快喝下去吧, 对伤势痊愈很有益处。 月儿有幸了, 本王尽不知, 月儿何时学会了熬制汤药? 这味道? 啊, 我在汤药里面又加了些中药, 味道是会差一些的, 但良药苦口, 王爷忍着些吧, 我这些日子一直在苦学医术, 如今已经学有所成了。 你也学了医术? 我原本就喜欢看一些医书, 现在又想调养自己的身体, 所以就潜下心来去研究一下医术。 王爷, 让我为您整脉吧。 不必了。 王爷。 月儿, 本王可能是有些累了。 好, 王爷快休息吧, 我明日再来。 只见, 楚寒面色一红, 吐出一口鲜血, 随后晕了过去。 王爷你怎么了? 王爷, 王爷。 怎么回事? 你对他都做了什么? 我, 我什么都没做, 只是给他喝了一碗汤药, 快救王爷。 谢瑶拿起了旁边上官月带来的碗, 闻了一下。 快救王爷。 人参, 当归, 鹿蓉, 枸杞, 我以为你熬的只是一碗参汤, 结果你熬的却是一碗大补的汤药。 我也是为了王爷尽快康复才熬的汤药, 不要认为只有你懂医, 你就能随便指责别人, 我也懂医。 既然你也懂医, 那王爷的病情便由你来医治吧。 王妃, 今日的事情是我鲁莽了, 还请王妃念在跟王爷夫妻一场的份上, 出手相救。 你出去, 楚寒只喝了一碗汤药, 吐的血刚好和那碗汤药相抵, 只不过会身体更虚一些, 还要多养一些日子了。 王妃。 何事? 王妃, 出事了, 大少爷病了, 老爷让你立刻回去一趟。 等我片刻, 单全, 去备马车, 子晴, 你留下, 如果王爷的情况有变化, 来将军府通知我, 不过情况如何, 有什么症状? 大少爷浑身抽搐, 而且还口涂白沫, 府里的大夫都已经看过了, 看不出是什么病。 这样的症状, 谢文武大概率是中毒了, 府中有这种症状的可还有别人? 回韩王妃的话, 只有大少爷一人。 马车抵达将军府, 姚儿, 快, 快去看看你哥的情况。 好, 父亲, 看见谢文武苍白的脸色, 眸光微沉, 又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和他想的差不多, 的确是中毒, 只是毒性并不致命, 戒指也不曾闪过。 对方下毒, 显然并不是为了要谢文武的命, 戒指很给力, 加急的咽血结果也几乎是转瞬就到, 正好药箱里也出现了配置解药的药品, 是谁要害你? 如今, 不只是韩王府危机重重, 将军府也是四面楚歌。 慕王, 我已经给谢文武下毒了, 他现在毒发了。 哦? 将军府现在已经乱成一团了, 慕王答应我的事, 我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去慕王府了? 这个将军府真的是一刻都带不下去了, 自从谢文武命令我离开后, 这两日, 我都是用各种理由拖延, 我…… 无柔锦忽然瞪圆了双目, 低头看向刺穿了他胸膛的剑, 耳边传来楚慕阴冷的声音, 他完全不敢阻拦南宫宴, 因为南宫宴是带着皇上的口语过来的, 只能在后面跟着。 不必, 我等着韩王更衣便是。 南宫宴迈步前行, 虽然步子不大, 但速度却丝毫不慢, 善权见南宫公主态度强硬, 也没别的办法。 南宫公主请在院中稍候, 我进去给您通船。 嗯。 王爷, 南宫公主到了, 是皇上派来给您治伤的, 王妃呢? 早些时候将军府来人了, 说信文武将军患病, 王妃便立刻回去了, 算时间从走到现在, 刚过了大半个时辰。 命人去叫王妃回来, 另外, 告诉南宫宴, 说本王受伤行动不便, 怕是要让他多等片刻了。 奴才已经命人去请王妃了, 只是不知道王妃何时才能回来。 无妨, 你照着本王说的去做, 本王自有打算。 是。 哎呦, 真热闹呀。 哼, 这小子来的时机, 倒是恰到好处。 见过红世子。 嗯, 云伯呢? 家父前些日子受了些伤, 便谢去了管家之职。 沉默王爷不弃, 真命奴才, 接替了管家之职。 紫城副业, 不错。 南宫公主, 你还真是准时啊, 每年这个时候都能看见你。 说实话, 如果哪年的这个时间没有看见你, 我都会怀疑自己, 是不是散错了日子。 不过你怎么会来韩王府, 不会是盯上楚寒了吧? 红世子, 往下来喜欢收集各类美人。 放心, 本世子向来心疼美人, 绝对会让南宫公主 乐不思蜀的。 你, 红叶,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今天是来给韩王治疗伤势的。 哈哈哈哈, 你还是回去救治陈王吧, 这么三心二意的可不好, 如果陈王吃醋了, 你明年就不用来万七国了。 你, 这个红叶, 看一次头疼一次, 这世上怎么会有红叶 这么讨人厌的男人? 脸怎么这么红啊? 不会是对本世子动心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本世子向来招女人喜欢, 这天下的女人恨不得 都想爬上本世子的床, 看来南宫公主也不例外啊。 善管家, 还望穿好衣服了吗? 我是带着皇上口遇来的, 不宜久等。 南宫公主请稍等, 奴才这就进去看看。 王爷, 红世子来了。 本王知道, 今日就随他闹去吧, 不必管。 是, 还请南宫公主再稍等片刻, 王爷伤处疼得厉害, 穿衣的速度要比平日更慢一些。 南宫公主, 本世子就不陪你闲聊了, 如果不舍, 可以随时来中永侯府找我。 呦,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这伤口。 你打算拖到什么时候, 再等等, 顺便把你的嘴闭上, 本王现在不想听你说话。 虽不知道你为何要拖着他, 但你这是泄墨杀驴, 墨还没泄。 赶紧谢吧, 我可不想面对那么有心机的女人, 我最多再留一炷香的时间, 让南宫公主进来吧。 南宫宴不是那么好搪塞的。 无关人等, 请出去等候, 以免影响我给韩王疗伤。 有人再有治不好伤, 南宫宴, 你这医术是不是只会治烙病啊? 你。 虽然你人很讨厌, 不过这脸红起来, 也透了一些些可爱啊。 请韩王将手伸过来, 我要斩脉了。 楚寒睁开双眼, 眼底蕴藏着冰霜, 将手伸了过去。 南宫宴刚要将手搭在楚寒手腕上, 忽然, 红叶抓住了南宫宴的手。 你要干什么? 不如你先给我斩斩脉, 我只要一见到美人, 特别是你这种美人, 看得久了我觉得眼睛疼, 心也疼, 给我看看吧, 韩王一时半刻死不了, 我这疼得急啊。 你, 不知羞耻。 红叶, 我什么地方得罪过你, 让你这么费尽心思地针对我。 哎, 依着人心啊, 我说的都是病症, 你是怎么听出来跟你作对有关系啊? 红世子是忧思过多, 谢瑶不着痕迹地走到南宫宴面前, 将楚寒挡在了身后, 手中有一枚药丸, 拿了过来直接吞了下去。 你怎么知道是忧思过多? 天天心里想着这个美人那个美人的, 又眼睛不眨地盯着人看, 自然心累。 我还没有给韩王诊脉, 还请韩王妃让开一些, 一切等我诊完脉再说。 请, 南宫宴深看了谢瑶一眼, 然后坐下来诊脉。 片刻之后, 她面色一变, 有些震惊于自己的诊脉结果。 南宫宴又仔细地诊了一脉, 确认无误后才起身。 韩王妃, 请随我出来一下。 嗯。 谢瑶眸光微动, 看向楚寒, 手看似正常地握了一下楚寒的手, 实则塞了一枚解药过去。 韩王妃, 韩王的伤我能治, 而且会在短时间内痊愈, 对韩王的身体不会有任何不利。 嗯。 你不希望韩王痊愈。 南宫宫主何出此言? 韩王妃若希望韩王痊愈, 不如我们做个交换。 我可以将治疗韩王伤势的药物给你, 但你要把治疗劳病的办法给我。 不必。 原来南宫宴惦记的是劳病的治疗方法呀。 韩王妃, 我劝你明理些, 我手中有药的事情只有你我知晓。 我若不出手, 你难道要看着韩王成为废人? 多谢南宫公主的好心, 南宫公主还是请回吧。 韩王妃, 太过自信只会害人害己。 若韩王出事, 后果你担当不起。 子晴, 送南宫公主离开。 皇上有旨, 韩王和韩王妃接旨, 皇上口谕, 韩王殿下有伤在身, 不必跪下接旨。 谢父皇。 奉天承运皇帝, 赵曰, 昨日, 朕得知韩王伤势严重, 特举韩王入宫疗伤, 有韩王妃随身服侍即可, 请此。 皇妃, 帮本王拿着。 有劳韩王妃了。 刘公公, 不知父皇是要我们何时启程? 只要韩王殿下和韩王妃准备好了, 老奴即可带你们入宫。 嗯, 请刘公公稍等片刻, 我去收拾一下东西。 那老奴就去外边候着了。 此次入宫一切小心, 若有人找你麻烦, 你就以事迹为有, 躲了就是。 嗯, 这些都是小事。 如果再有意义前来诊治, 你的伤情就无法继续隐瞒了。 如果被发现了, 就是欺君之罪。 无妨, 既然是养伤, 伤势恢复,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为了以防万一, 你多带一些可以改变脉象的药物。 不行, 这种药物不适合多服用。 那个药物若连续服用, 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会死。 那你大可放心, 本王在死之前, 会给你一纸修书, 不会让你陪葬。 谢遥文言心头一震, 看向他那双漆黑如叶的毛子, 一顺不顺。 不要被本王感动, 本王只是一人做事一人当, 不喜欢把旁人也牵扯进来罢了。 如果本王真有那么一日, 就会提前遣散府中所有人。 韩王和韩王妃这几日, 就先住在齐天殿吧。 皇上已经命人将这里打扫过了, 老奴回去复命了。 嗯。 你不满意吗? 我看这里很好啊。 的确很好, 这里很大, 随便藏个人盯着你我, 都很难发现他们的踪迹。 而且这里任何人都可能经过, 能将店内的情况看得一清而出。 你说这里, 我去旁边聘店。 既然要事急, 你自然要待在本王的身边。 如果你到了旁边偏店去睡, 一定会让父皇起疑心。 你是病人, 你睡床上吧, 我在地上睡。 床很大, 用东西隔开就是。 不必了, 地上多铺一层被子就可以了。 骑并韩王, 韩王妃, 靖河宫的刘嬷嬷来了, 要见韩王妃。 你下去吧, 告诉刘嬷嬷, 王妃很快出去。 我会和靖妃说了一下你的伤势, 不会透露太多, 但会让她知道你会痊愈的。 见过韩王妃。 免礼, 刘嬷嬷, 前面带路吧。 是。 娘娘很担心韩王的伤势, 这几日一直担心的夜不能寐, 嗯, 我知道了。 儿媳给母妃请安。 平身, 过来坐。 多谢母妃。 你们都下去吧, 本宫与韩王妃闲话家常, 都不用再跟前伺候了。 是。 韩王伤势究竟如何, 不可欺瞒本宫。 王爷的伤, 挺重的, 不过我会尽全力医治王爷的。 尽全力? 本宫听说, 韩王的病症需要三五年之久才可康复, 而且即便康复, 身体也会异于常忍。 谢姚面色不动, 心里却有些哭笑不得, 他只是改变了楚寒的脉象, 枕脉的结果就这么恐怖吗? 告诉本宫,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治韩王? 又或者是有什么灵丹妙药? 王爷的伤势比较复杂, 很难有什么药能完全对症,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王爷安心静养。 只要按照我的药方服药, 王爷一定会恢复乳处的。 如果不是因为你, 他就算杀光那些刺客也不会受伤。 母妃说的是, 日后若有可能, 尽量不要跟韩王一同出行吧, 你不必奇怪。 韩王自小便从诸位皇子中脱颖而出, 文套武略都将其他皇子远远甩在身后。 虽然韩王一路走来的路并不平坦, 但本宫见得多了, 也惯了, 回去吧, 好生照看韩王, 千万不要出了差错。 儿媳告退, 见过父皇, 平身, 谢谢父皇。 你的任务是照顾老五的伤势, 此刻起, 请安一律免除。 是。 好好养伤, 稍后再传几个御医进宫给你诊脉, 调理身体, 诊罚了。 起驾! 好好照顾老五。 儿媳遵旨, 你没服药? 父皇身边没有御医, 无需服药。 在我回来之前, 父皇都和你说了什么? 父皇知晓本王伤重, 不宜开口, 所以只字未说。 本王累了, 去休息了。 啊, 依妃娘娘, 您怎么了? 依妃只觉得, 腹部一股剧痛传来, 随后眼前一黑, 直接昏了过去。 娘娘, 您感觉怎么样啊? 奴婢, 奴婢担心您的身体, 已经让人去请御医, 应该快到了, 本宫要见韩王妃, 去把她传召过来。 腹部忽然疼得如此剧烈, 谢瑶的药方肯定是哪里有问题。 是。 齐天殿距离柔衣宫并不算远, 谢瑶很快就到了, 见过姨母妃, 给姨母妃请安。 柔衣宫此时热闹得很, 她赶到的时候, 旁边已经站了南宫宴, 楚瑞, 还有上官月三个人。 跪下! 儿媳听闻姨母妃救急复发, 现在感觉如何? 容我给您诊脉, 便可知晓您的情况了。 本宫的话, 韩王妃已经不打算听了吗? 不敢。 韩王妃, 你为何要谋害本宫? 我没有害过姨母妃, 我若想害, 便不必替姨母妃诊脉, 直接将我所知道的全部说出去就好。 你, 放肆! 好一个谢瑶, 还敢用我的秘密威胁我? 姨母妃, 谢瑶经常会给人下毒, 在韩王妃的时候, 她就是因为担心被侧妃争宠, 多次给上官侧妃下毒。 姨母妃, 你再看看我, 我脸上的这些浓包, 也都是被谢瑶所赐, 她太喜欢下毒害人了。 韩王妃, 你究竟要干什么? 姨母妃可是今日忽然在腰腹剧痛, 若在我诊断后几日内, 症状有所减轻, 便证明我的治疗方法是对的。 如今姨母妃突发剧痛, 一定另有原因。 一派胡言, 本宫的病症向来反复, 柔医公的人全都知晓, 你用这些理由来欺骗本宫, 当本宫老眼昏花, 愚昧不堪了吗? 还请姨母妃准我诊慢, 这样我才能知道, 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尽快给姨母妃医治。 你还想欺骗本宫? 南宫公主, 还请你给本宫诊脉一番, 姨妃放心。 将手指搭在姨妃手腕上, 几乎没怎么诊治, 南宫燕就直接说出了上次的结论。 姨妃就是普通的腰部疼痛, 加上肠胃不适, 只需要吃几副药调理一下, 便可痊愈。 姨母妃, 您的病症不可乱服中药, 不如等御医来了再做诊断。 谢姚, 你太过分了, 南宫公主已经诊出了姨母妃的病情, 并且能够加以治疗。 你医术不精, 不光害得姨母妃疼痛不已, 还阻止姨母妃接受治疗。 你究竟是什么目的啊? 王妃, 这里是皇宫, 一定要慎言啊。 我知道您是要做出一些事情来, 让王爷高看您一眼, 但万不可随意开口, 不然给自己惹了霍端不说, 还会害了王爷啊。 韩王妃, 既然你执迷不悟, 休怪本宫无情。 来人, 去请皇上。 是。 启禀娘娘, 静妃娘娘到了。 请静妃进来吧。 本宫听闻你旧疾复发, 便立刻赶了过来。 你既是疼得厉害, 还坐着做什么, 快躺下歇息。 韩王妃, 看你做的好事, 还不向依妃认错。 静妃不必气怒, 本宫已经命人去请皇上了。 此事, 皇上自有定夺, 这点小事, 其实不必劳烦静妃亲自跑这一趟的。 说到底, 她还是本宫的儿媳。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本宫自然是要来看看的, 让她好好给你认错。 回去后, 我再好好训斥她一番, 以后绝对不会再给你胡乱治病了。 静妃有心了。 依妃, 朕来了。 妾身见过皇上。 嗯。 皇上可是有要事要去做, 臣妾这点小事还不足以麻烦皇上。 无事, 朕得到消息, 本就是朝着柔衣宫来的。 来人, 把韩王妃抓起来, 彻查她谋害依妃的目的。 皇上, 三思, 如今韩王伤重, 奉旨入宫养伤, 韩王妃肩负士级重任, 不宜离开。 你再用老五的性命来威胁朕。 臣妾不敢。 来人, 将韩王妃带下去, 押入大牢。 启禀韩王, 韩王妃被抓入大牢了。 你再说一遍。 奴才说皇上下令将韩王妃抓入大牢了。 楚汗挥退了下人, 神色冷宁一瞬, 刚要起身, 忽然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女子。 王爷此时还没睡, 想必一定是饿了。 这是我命人做的饭菜, 让我伺候王爷用膳吧。 王爷不必如此看我, 是瑞公主带我入宫的。 我也是担心王爷才去见了瑞公主。 王爷莫怪。 此时你可要参与其中。 王爷所说的是什么事? 你可见过谢瑶。 瑞公主带我入宫, 我便跟着去给依母妃请安。 曾在柔衣宫见过王妃。 她为何会带你入宫? 王爷和王妃入宫, 我心中放心不下, 便去找瑞公主帮忙。 瑞公主得知了我的情况, 便答应借着给依母妃请安的机会 带我入宫。 你都去了什么地方? 只给依母妃请了安, 我便过来了, 没去别的地方。 打走, 你先出去。 王爷。 本王累了, 要休息了。 无风, 卑职在。 楚宫去找红叶, 将宫中的事情都告诉她, 让她救出王妃。 是。 迷迷糊糊间, 谢瑶忽然听见了牢房门锁被打开的声音。 你, 可以走了。 父皇命你带我去何处? 韩王妃自行离开即可, 不知韩王妃要去何处, 卑职可让人带路。 昨天晚上, 宫中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的确有大事发生, 前线八百里急报, 说东奥国举兵来犯, 皇上连夜下旨, 命令谢老将军和谢将军出征迎敌了。 不对了, 放韩文妃出来的旨意, 也是那个时候下的。 将你想说的话都写下来, 装进新封, 然后交给本王。 本王命令送去前线军营, 交到谢老将军手中。 楚汗缓缓开口, 似是看破了谢瑶的心思。 谢瑶一愣, 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为本王疗伤, 又入宫事急, 本王不想欠你什么。 此次出征, 将军府要面对的事情很多, 即便是你没有身陷囹域, 他们也必须出征。 为什么? 你既然给谢文武解了毒, 就该知道是有人在针对谢文武。 既然你知道我割中毒的事情, 那你可知道是谁给我割下的毒? 是穆王。 穆王? 穆王是看中了谢文武手中的冰犬。 谢文武常年镇守边疆, 手中的冰犬是一块不小的肥肉。 所以他就要置我割于死地? 穆王做事向来如此, 况且几乎无人会主动交出冰犬, 本王劝你不要轻举妄动。 在谢良和谢文武得胜环巢之前, 穆王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你。 你也认为他们会大获全胜? 不过是东奥国的虾兵蟹将, 取胜有何光彩? 穆王妃, 好久不见。 距离上一次在宫中见面, 不过几日时间而已。 五弟, 本王来看你了。 本王有伤在身, 就不起身迎接四哥了。 哼, 你这副模样, 可还拿得动长枪? 本王从父皇那儿过来, 父皇说你身受重伤, 根本无法领兵打仗。 既然如此, 本王劝你还不如现在就退下来, 也有个理由好好养伤, 做个闲散王爷。 若等你伤愈了, 人尽皆知你无法提枪上马时, 再退下来, 就太难堪了。 四哥, 你连谢文武的兵权都还没拿到手, 就急着取本王手中的兵权。 你做事未免太过急躁, 你还没资格来教训本王。 四哥慎眼, 本王的伤势虽重, 但也只是外伤, 只需处理好, 便会很快痊愈。 一将功成万古枯, 你储慕有几分能耐, 本王一清二楚, 但是想夺本王的兵权, 你最好死了这条心。 五弟, 话不可说得太满。 王爷, 喝茶了。 弟媳, 你可要照顾好五弟。 本王听说五弟的伤势极重, 即便是痊愈, 也无法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 领兵打仗更是奢望, 本王好言相劝, 但忠言逆耳, 五弟根本听不进去。 弟媳, 还是要你多劝着一些。 韩王府的事情, 就不劳穆王费心了。 穆王若有精力, 不妨多找几位御医, 给自己诊治一番。 体力过度透支, 膝下必然没有子嗣。 穆王身为皇子, 肩负着给皇家开支散叶的重任, 若一直没有子嗣诞下的话, 怕是会惹来闲言碎语啊。 本王要休息了, 四哥请便吧。 楚慕眼神森然, 像一个偏执狂般的风魔, 音质地盯了楚汗一眼, 转而愤然离去了。 娘娘的病情很是奇怪, 我用了不少药物, 但都对你无效。 我现在能做的, 只是减轻疼痛, 无法根治。 南宫公主可知, 谁还能治好本宫的疾病。 我听闻, 韩王妃今日一早就被放出来了。 你的意思是, 让本宫找她? 解铃还需细铃人。 你的病症很奇特, 如果想要根治, 她是第一人选。 不过, 她怕是没那么容易答应, 因为她一旦答应, 就意味着你的病情 就是出自她之手。 而且一毒相通, 若是韩王妃答应给你治疗, 你也要多提防这些。 我还要去一趟城王府, 就先告退了。 而且解铃若发现我在, 也会有诸多顾忌。 嗯,去吧。 沐月, 命人送南宫公主出宫。 是。 娘娘, 您消消气, 韩王妃被放出来, 皇上一定是有安排的。 她让娘娘受了这么大的苦, 皇上一定不会坐视不理, 这么轻易就放过她的。 谢遥怎么命这么大, 竟然被放了出来。 她害得本宫饱受折磨, 竟然就这么被放出来了。 去, 向韩王妃给本宫叫来。 是。 沐月立刻领命退了下去, 一路想跑赶到齐天殿, 见过姨母妃。 你给本宫下了什么毒, 竟然让南宫公主和御医都毫无办法。 姨母妃, 您身上的毒不是我下的, 我也不曾给您诊脉, 所以, 您的情况我一无所知。 想要解毒, 没有您的配合, 我根本无从下手。 韩王妃, 皇上放你出来是皇上仁慈, 并非是信了你。 姨母妃若想解毒, 还请配合我。 如何配合? 不知姨母妃, 从昨日早晨一直到现在, 都吃过些什么? 你问这些做什么? 姨母妃只需回答即可, 无需多问。 本宫连问一下都不行? 不行, 我要得到准确的答案, 才能分析出准确的结果。 如果我说了原因, 姨母妃势必会受到影响。 姨妃看了一眼旁边的穆月, 示意穆月告诉谢瑶, 穆月会议, 便将这一日多姨妃娘娘所用膳食, 都跟谢瑶梳理一遍。 如何? 你可判断出本宫的情况。 姨母妃稍等片刻, 姨母妃很喜欢吃罗汉根。 刚刚穆月说过的膳食中, 罗汉根几乎餐餐都有。 正是, 本宫的这个喜好, 皇上也知道。 那姨母妃近日可曾吃过天莲果? 没有, 本宫知晓天莲果和罗汉根相克, 自然不会吃。 不光如此, 本宫身边的人也很清楚这一点。 但凡有一点天莲果出现在柔衣宫, 都会被立刻清理出去。 柔衣宫内自然是没人敢让姨妃娘娘吃天莲果的, 但外人带进来的食物就不一定了。 韩王妃, 你还真是煞费苦心。 好, 本宫便成全你, 若从本宫的食物里找不到天莲果, 本宫无论如何也要治你的罪。 话落, 依妃就吩咐沐月, 将这两日吃过的外面送来的食物全都拿上来。 这里面只有部分本宫吃过, 大多数本宫连碰都没碰。 韩王妃, 你可要挑选得仔细些了。 我对天莲果不熟, 还是依母妃安排人逐一检查吧。 去找些人来。 是。 不多时, 忽然有一位工人手一抖, 手中的东西掉落, 将里面的东西洒了一地。 你是怎么回事啊, 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吗? 这里面, 有天莲果? 哪里有天莲果? 你竟敢说谎? 有天莲果的, 只不过天莲果是被晒干了, 然后碾碎成粉末状, 掺杂到了糕点里面。 虽然看不见天莲果, 但味道不会错的。 奴才鼻子向来灵敏, 特别是对天莲果的味道记忆深刻, 每次闻到都会鼻子有些痒的, 绝对不会错的。 那盒糕点是何人送过来的? 鬼娘娘的话, 是。 瑞公主送来的。 韩王妃, 尽快帮本宫治好这个病症吧。 好。 姨母妃请躺到床上, 我要针灸了。 无需用药吗? 谢瑶取出了银针, 微微点头。 离博。 韩王妃, 请进去吧。 老将军虽然还没有醒过来, 但状态比之前好些了。 祖父躺在床上, 脸色有些苍白, 呼吸平稳, 只不过, 几顿饭没吃, 祖父就比上次健瘦了整整一圈。 看得他鼻尖一酸, 即刻给祖父进行了诊卖。 祖父。 老将军情况如何? 离博可还记得, 祖父晕倒之前都发生了什么? 老将军先是接到, 你被关入大牢的消息, 随后又知道老爷和大少爷, 借了出征的圣旨, 这才晕倒的。 祖父现在的身体已经恢复过来, 只是思想上并不愿意主动清醒过来, 只要能将祖父唤醒便无碍了。 老将军不愿意醒? 不对啊, 前几日他还念着等你回来, 给他烤鱼吃呢。 祖父, 我是谢遥, 我回来了, 你想吃烤鱼还是烤鸡? 想要唤醒不愿清醒的人, 就要投其所好, 越能激发共鸣, 效果越好。 祖父现在的情况多半是装的, 花音刚落, 老将军的眼珠就跟着动了动, 随后竟是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离我远些? 眼前都是你的脸。 莫莉, 出讯命人给我准备饭菜, 我饿了。 是。 祖父, 你有话要跟我说。 宫里大牢的滋味比陈王府的如何, 下次又打算尝试哪里的大牢。 祖父不要讽刺孙女, 孙女也是遭人陷害的。 讽刺你都是轻的, 你遭人陷害不会反击吗? 有人要抓你入大牢, 你就站那儿被抓, 不知道反抗吗? 啊, 别急别急, 慢慢说慢慢说, 孙女不会任由他们欺负, 一定会反击的。 什么时候反击? 等人家把事情都忘了再反击吗? 很快, 孙女认为父亲已经很聪明了, 多年来韬光养晦, 才将将军府维持到了现在。 他聪明个屁, 他要是聪明, 能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的, 你看看那个裴室都成什么样子了。 唉, 不过, 他也做了一件对的事情, 帮你加入了韩王府。 祖父, 那件事才是错的, 那叫助纣为虐, 唉, 韩王不喜欢我, 我现在也不喜欢他了。 助纣为虐? 你是周瓦? 他是你爹, 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情, 在他看来都是对的。 嗯, 祖父教训的是, 他们两个远征边疆, 府里只剩下我这把冰洋洋的老骨头。 这段日子, 将军府怕是帮不上你什么忙, 你虽然有韩王护着, 但也不可太过交恒, 他现在的处境, 也不乐观。 孙女不需要他护着, 而且即便他无碍, 也未必会护着孙女。 拿着韩王的腰牌, 等同于韩王亲临, 将腰牌放好, 韩王都舍得将腰牌拿出来啊。 不错。 是。 你去休息吧, 看看你眼睛下的黑眼圈, 快去睡。 好, 祖父, 那我先去睡了。 韩王妃, 见过陈王。 不必拘礼, 你是去看五弟吧? 正是。 五弟的伤势如何? 被一刀砍在肩颈处, 伤势很重, 好在已经被控制住了, 只是需要些时日才能完全康复。 那的确是伤势极重。 陈王这几日, 可有觉得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你的脸色很差。 无碍的, 只是不小心染了风寒而已。 这是治疗风寒的药, 早晨起来一粒, 晚上睡前一粒, 用不了几日就会痊愈。 哦, 服药期间, 其他治疗风寒的药我就不必吃了。 这药, 会和有黑色, 还有白色? 白天吃白色, 晚上吃黑色的。 谢瑶压制着念出广告语的冲动, 他只是心中默念了个感冒药, 谁知道出现的是白加黑。 哦, 多谢了。 不必可解, 你是我的病人, 虽说我主治劳病, 但你的风寒若不痊愈, 也会影响到劳病的。 陈王一大早就入宫, 一定是有药事, 我也刚好有事, 告辞。 韩王妃慢走, 五弟倒是舍得, 连腰牌都给出去了。 不过也的确值得, 说到头来, 五弟还是有福气的呀。 上官月和楚慕, 在干什么? 心头疑惑, 在抬头时, 却见楚慕已经渐渐远去, 只剩下上官月一个人。 上官月, 上官月刚送走楚慕, 听见声音顿时心头一惊, 回头道, 瑞公主, 你不好好养伤, 怎么会在这儿? 你脸上的农包不宜见风的。 我这样问你呢,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为什么会跟四哥在一起? 我在齐天殿里有些无聊, 便出来走走, 刚好遇到沐王。 沐王关心韩王的伤势, 便问了几句。 哥关心五哥? 可是, 四哥和五哥一向不怎么好呀? 是吗? 可能有所改善了吧? 王爷入宫养伤之前, 沐王就曾要去韩王府探望。 当时王爷伤势严重, 不见任何人, 所以沐王才没有入府, 但也留下了一箱子礼物。 今日沐王看见我, 便关心地问上几句, 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瑞公主, 你难道还不相信我说的话吗? 我相信你, 行了吧。 说完, 她就要带上上官月朝着母后请宫而去。 过了这么久, 母后应该礼服完毕了。 瑞公主, 你要带我去哪儿? 给母后请安。 啊, 我就不去了, 我已经出来一阵子, 该回去了, 不然韩王身边没人伺候。 皇后一向不太喜欢她和瑞公主来往, 她可不想去触眉头。 谢遥不是在吗? 她昨夜出宫去了, 这会儿也许还没回来。 没事, 齐天殿有很多下人, 五个身边不会没人的, 你不是一直想惩治谢遥吗? 一会儿见了母后, 你表现得惨一点, 我再从旁说几句, 母后一时心软, 就会替你惩治谢遥了。 真的不行, 还是下次吧。 王爷的喜好, 齐天殿的工人都不知晓, 我必须回去才行。 好吧, 那你先回去照顾五个。 急着见本宫, 为了何事啊? 儿臣多日不见母后, 心中甚是想念, 所以才入宫给母后请安。 既然无事, 便退下吧。 其实, 儿臣也的确遇到了一些小事。 说。 是。 母后, 您看儿臣的脸。 你脸上浓包, 御医可曾去看过? 御医已经看过了, 但是没有办法, 只能让儿臣自愈, 而且还要一两个月的时间, 儿臣怎么见人啊? 你前几日就是顶着这张脸去见依妃的吧? 你既然甚是想念本宫, 为何上次入宫直接去给依妃请安, 却不来奉依宫? 是上官月要先去见依妃的, 当时韩王入宫养伤, 他便来求儿臣带他入宫, 说先给依母妃请安, 然后便可顺势留在齐天殿了。 儿臣不忍拒绝, 便依了他。 一派胡言, 你如今是连本宫都敢骗了。 娘娘息怒, 莫要气伤了身子。 不必猜了, 你给依妃下毒, 闹出这么大动静, 本宫不想知道都不行。 儿臣知错了, 母后, 你听儿臣解释。 不必解释, 为了对付一个韩王妃, 你就弄出这么大阵仗, 实在是令本宫失望。 从今日起, 你离韩王远些, 且不准与韩王妃产生正面冲突。 为什么? 闭嘴! 瑞公主可有证据, 证明这些都是那位韩王妃害的。 嗯, 解谣会医术,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给儿臣下毒了, 就连御医都看不出来到底是中了什么毒。 解谣太狠毒了, 母后马上帮儿臣报仇可好。 不急, 这两日连你父皇都要顾及将军府的面子, 等过了这几日再说, 对于上官月, 你要多用些心思, 我要被人拿来当枪使了还不自知。 儿臣知道了, 母后, 儿臣可能是昨夜也没睡好, 有些皮乏累了, 想要回去了。 去吧, 回去好好睡一觉。 启禀王妃, 上官侧妃一大早就出宫了, 说是尚书府有事, 让上官侧妃回去一趟。 难怪这一上午睡得如此安稳, 没人来吵。 我出去走走, 你在这里守着王爷吧。 诶, 王妃请不要离开齐天殿, 王爷有令, 对外宣称您和王爷都染了风寒, 闭门谢客了。 谢瑶在齐天殿的院子内散步, 充足的阳光洒下来, 让人身上都跟着暖洋洋的, 晒得他都有些困意了。 韩王妃, 见过韩王妃。 娘娘这几日身体恢复得极快, 如今已经没有大碍了。 请韩王妃过去聊聊, 以表谢意。 免礼。 还请回去禀报依妃娘娘。 王爷有令, 因王妃和王爷都染了风寒, 所以齐天殿闭门谢客, 多有不便。 还请穆月姑娘, 转告依妃娘娘才是。 无碍的, 娘娘近日身体不错, 不会被韩王妃传染了风寒的。 王爷的意思是, 让王妃多多休息, 这样才能尽快康复起来, 为王爷治伤。 无事, 刚好上次给姨母妃诊治完毕之后, 也该过去复诊观察一下情况了。 多谢王妃。 王妃这边请。 见过姨母妃。 不必举礼。 本宫听闻你昨日去了军营。 是。 是否顺利。 托娘娘的福, 一切顺利。 那是你们自己的气韵。 本宫的身子好了许多, 应该是无碍了。 本宫找你来, 其实是另有一件事情。 本宫想请韩王妃, 帮本宫救治一个病人。 说完, 她的眸子紧盯着谢瑶的眼睛, 确定谢瑶没有拒绝的意思之后, 才继续的。 韩王妃随本宫来。 韩王妃, 这是本宫的外甥女, 吴佩雅。 请韩王妃帮忙救治。 谢瑶走到床前, 先用目光仔细地审视。 看到吴佩雅大腿出的伤痕时, 双眸瞬间冷凝, 心头一颤。 她, 她被人强行夺去了真结。 依妃的声音有些颤抖。 谢瑶微闭了双眸, 深呼吸了一下之后, 才让自己平静下来一些, 继续检查吴佩雅的伤势。 依母妃, 她的伤势十分严重, 必须立刻开始救治。 我需要一个绝对安静的地方, 任何人不能进来。 穆月留下帮你吧, 她手脚麻利些。 多谢娘娘好意, 但接下来的救治会很繁荣, 很复杂, 没有足够的熟悉, 只会增添麻烦。 穆月, 你在这里守着, 没有本宫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入内。 是。 谢瑶在里面, 没有急着去处理 吴佩雅的那些皮外伤, 而是要分开吴佩雅的双腿, 先治疗里面的重伤。 结果, 手刚碰到吴佩雅的腿部, 吴佩雅忽然下意识地躲开。 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你们不要碰我。 不怕, 不怕, 坏人已经被赶跑了, 你不用再害怕了。 拿起消毒棉, 谢瑶刚要给吴佩雅的伤处消毒, 还没等碰触上, 吴佩雅忽然双腿一夹, 声音惊恐无助。 不要, 不要, 救啊, 不要, 我求求你们了, 不要, 谢瑶的手一抖, 心中一阵酸楚。 吴佩雅的应激反应很激烈, 她不能单纯地依靠安抚了。 打了镇静剂, 吴佩雅果然安静了许多, 进入了一个深度的睡眠状态。 等到把吴佩雅身上的所有伤处全部处理时, 谢瑶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至少身体上的伤都处理完毕了, 至于心灵上的伤。 此事幸好有韩王妃。 姨母妃客气了, 即便没有姨母妃, 若是被我见到她, 也没办法见死不救。 今日的事情, 本宫希望, 你就是最后一个知情人。 我自然不会往外说, 但, 知道这件事情的, 并非只有我一人。 这一点你不必担心, 本宫这边的人, 本宫自然有办法让他们闭嘴。 吴风说你找我, 还有事吗? 没事我回去休息一下。 你尽量不要离开齐天殿, 省得给本王到处惹麻烦。 本王已经吩咐下去, 闭门谢客, 你有足够的理由推托。 实在不行, 就推到本王身上。 无事了, 去吧。 王爷, 皇后娘娘身边的春嬷嬷到了。 奴婢见过韩王殿下, 韩王妃。 平身。 启禀韩王, 皇后娘娘偶感身体不适, 命奴婢过来, 请韩王妃过去看一看。 我昨夜染了风寒, 一早发烧时还请御医来看过, 若是就这么去了凤仪宫, 只怕会将风寒传染给了母后。 韩王妃还是想想办法吧, 皇后娘娘这会儿难受得厉害, 不然也不会命奴婢前来。 王爷, 你说呢? 韩王妃, 奴婢听闻您刚从柔衣宫回来, 想必风寒也好得差不多了。 还请春嬷嬷带路吧, 我这会儿的确觉得好了许多, 应该是无碍了。 母后身边一直都有数位寓衣跟着, 身体康健, 如今忽然身体欠佳, 非同小可。 本王爷要一同前往。 王爷请尽量, 奴婢出来之前, 娘娘特意吩咐, 只让韩王妃一个人前往即可。 若韩王要给娘娘请安, 等韩王妃出来后再过去不迟。 母后是六宫之主, 肩负重任, 如今奉体欠安, 你过去后若无把握之病, 切不可胡乱诊治。 宫中有诸多寓意, 总有人能治疗母后的。 知道了, 韩王, 奴婢告退。 韩王妃, 这边请。 无封, 你去一趟柔衣宫。 儿媳给母后请安。 韩王妃, 娘娘此时浑身乏力, 无力开口, 你还是尽快过去给娘娘看一看吧。 娘娘, 韩王妃到了。 嗯。 谢瑶面色平静地看着, 直接开始诊脉。 片刻之后才问道, 母后, 你感觉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诊脉的结果和她想的一样, 皇后很健康, 连高血压高血脂都没有。 娘娘就是感觉浑身乏力, 做什么都没有力气。 皇后统帅后宫, 每日要做的事情都很多, 经年累月下来已经积劳成疾, 才会如此。 其实也容易治疗, 只需要母后每日能保证按时休息, 身体便会很快好转。 啊, 另外, 饮食也必须跟上, 若吃得太少会影响恢复的。 嗯。 本宫这会儿觉得好多了。 春嬷嬷, 扶本宫起来。 是。 韩王妃, 你刚刚让本宫多吃多睡, 本宫的病症便可痊愈? 正是。 那本宫没来得及完成的事情, 是否由你来替本宫做? 母后言重了, 儿媳不敢语举。 本宫命你来诊病, 是为了让你给出本宫不知晓的治疗办法。 若你说的本宫都知晓, 还要你有何用? 母后说的是, 既然母后公务繁忙, 无暇抽身休息, 那儿媳还有另一个办法, 只是效果会稍微差一些。 说。 许人参、 茯苓、 白柱、 甘草、 熟地黄、 白勺、 当归、 川胸, 将此八种中药熬至成汤药, 服下即可。 这是补气溢血的方子。 你当本宫对诊病一无所知, 想要糊弄本宫。 川嬷嬷, 长嘴。 韩王妃, 得罪了。 母后浑身乏力的症状, 正是气血两须的症状。 既然母后不满意, 儿媳再换就是。 若还是本宫知晓的办法, 这长嘴, 你便躲不掉了。 母后放心, 儿媳的这个办法, 你绝对没有听过。 母后, 您可曾听说过瑜伽? 瑜伽? 瑜伽是一系列修身养心的运动方式。 瑜伽有很多个动作, 其中有几个, 十分适合母后。 只要每次练习两课中, 坚持一两个月便会见效。 最关键的是, 这个办法无需服药。 是什么动作? 你先做给本宫看一次。 可以。 起身来到一块宽敞些的地方, 她直接开始脱衣。 穿着一身古装可做不了瑜伽。 潘王妃, 快停下, 你只是要做什么? 哦, 瑜伽的动作很有讲究, 穿着宽大的外衣无法做出来。 你们放心, 我穿着里面的衣服就能做。 吹嬷嬷还要张口, 皇后直接一个眼神制止。 母后, 请看好我的动作。 皇后看着动作奇特的泄瑶, 眼中充满着审视的眼神。 春嬷嬷也嘴巴微张, 表情怪异。 母后, 儿媳的动作您可都记下了。 本宫看见了, 动作由春嬷嬷记下就好, 只是你这几个动作, 怕是一课中的时间都用不了。 既然要做两课中, 是还有其他动作, 延长多久。 韩王妃示范一下。 谢瑶微微挑眉, 看了皇后一眼。 她从皇后的语气里, 嗅出了阴谋的味道。 依妃娘娘到。 轩, 轩依妃娘娘。 姐姐, 这是怎么了? 韩王妃难道是犯了什么错, 在受罚? 韩王妃正在教本宫, 意气养穴的方法。 不是惩罚, 意气养穴? 意气养穴何必这么麻烦? 吃几副药就好了。 本宫也说是如此, 但韩王妃非要给本宫 找一个不用服药的办法? 本宫也无可奈何。 韩王妃, 这店里有些凉, 你又刚染了风寒, 快把衣服穿上吧。 若风寒加重可就不妙了。 谢瑶心神一动, 于是, 她立刻停下动作去穿衣服。 妹妹, 本宫听闻, 瑞儿给你送去了 还有天灵花的吃食, 害得你难受了几日, 可有此事啊。 却有此事, 不过经过韩王妃的诊治 已经无碍了, 准儿年少不懂事, 本宫已经训斥过了, 而且她并非有意为之, 还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才是。 皇后姐姐言重了, 瑞公主的母亲是姐姐, 整个后宫自然是 无人敢惹瑞公主的。 本宫侥幸捡回一条性命, 都要感恩戴德。 瑞妃, 就在此时, 外面忽然有一抹 亮黄色的人影闪过, 皇后见状, 嘴角立即挂上了笑, 起身迎了出去, 泄瑶眸光一宁, 直接跳过繁琐的步骤, 将衣服裹在身上, 然后用腰间的束带一记。 依爱妃, 本来你也在。 皇上, 瑞妃妹妹也是刚到, 正和我念着您呢。 你们在念着这, 在说什么? 韩王妃正在教臣妾 几个可以抑血氧气的动作, 依妃妹妹见了也很喜欢, 就想让皇上也见一见。 母后叫儿媳过来说身体不适, 又不愿意喝药, 儿媳就想了这样一个办法 帮助母后恢复身子。 那为何衣衫不整? 皇上, 姐姐说韩王妃想了几个动作 可以帮助调理身子, 臣妾进来的时候刚好看见。 不过那动作 应该是需要脱去外衣 才能做到。 臣妾是女人, 看了便看了。 韩王妃见皇上也来了, 就急忙穿起了衣服, 皇上自然不清楚。 依妃妹妹说得没错。 去找个地方, 将衣服穿好再来见朕。 是,父皇。 见过父皇。 老五的伤势如何, 何时能痊愈。 回父皇, 王爷的伤势已经在快速愈合, 具体的痊愈时间, 儿媳也说不准。 要看王爷自身的恢复速度。 老五的伤势一直是你一个人在照顾, 你告诉朕不知道。 父皇明见, 王爷的伤势原本是不出时日便可痊愈的, 只是染了风寒, 又要推迟几日了。 若日后, 王爷再得了其他病症, 痊愈的日期还要退后。 大胆! 老五伤势未愈, 你不全心是极, 还有心思跑来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说是让朕再看见你在宫中, 衣衫不整, 绝不轻饶。 退下吧。 上书府的后门, 上官月换了一身便装, 提前支开了后门的守卫, 孤身一人从后门溜了出去。 楚慕要见他, 说是有对付谢瑶的办法, 他只有借着回上书府的机会偷溜出去相见。 有什么好哭的, 刚刚的你可不是这样。 上官月一指门外, 带着哭腔, 心中懊悔至极。 他不该轻信了楚慕的话, 不该。 如今末已成舟, 如果本王是你, 就会抓住机会将自己跟本王绑在一条船上, 而不是急着把本王推开。 没想到楚汗竟然没碰你, 是他不行, 还是你没得到他的心。 别碰我, 你离我远点, 别过来。 怕。 上官月, 你最好识实物。 虽然本王在你嫁入韩王府前就留意你了, 但你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本王给你机会, 你才能爬上本王的床。 你不是想要对付谢遥吗? 找谁帮你? 楚汗吗? 本王今日没有信者了, 改日本王再来找你。 哈哈哈哈。 他很清楚刚刚都做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他很懊悔, 也很后悔。 但如楚慕所说, 木已成舟, 事情已经发生, 就再也回不去了。 这一切, 如果没有谢遥, 就绝不会发生, 这一切都是拜谢遥所赐, 所以他绝不能让自己白白牺牲, 他要让谢遥血债血偿, 付出应有的代价。 这是…… 本王今日高兴, 让玉处多做了几个菜。 你怎么还不吃啊? 给本王布菜。 楚汗看着谢遥脸上有些着急的神色, 嘴角不由自主地勾起, 他以前似乎没听人说过谢遥如此贪吃, 幸好让人备了十几道菜, 足够他吃了, 谢遥没好气地夹了一块肉过去, 吃吧。 再给本王夹一个素菜。 楚汗, 你想干什么? 你自己没张手啊? 你是本王的王妃, 伺候本王用膳, 是天经地义的。 王爷, 静妃娘娘到了。 见过母妃。 母妃, 您怎么来了? 可否用膳? 本公就是过来看看你, 倒是忘了时间。 既然母妃还没有用膳, 便跟儿臣一起吧。 也好。 母妃, 坐这里。 王妃, 给母妃布菜。 不必给本公夹菜, 本公近日一直按照你之前说的办法去做, 整个人都清爽了不少。 之前说过的症状也基本都消失了。 母妃还需要坚持一段时间, 等之前的症状完全消失之后, 再坚持几日, 就可以恢复正常饮食了。 一会儿吃完饭, 我再给母妃整一整脉。 本公也不饿, 吃一点就好。 你现在就给本公整脉吧。 好。 静妃的情况一切正常, 而且比她预料的恢复速度还快了些。 看得出来, 静妃坚持得很好, 是个很有毅力的人。 儿媳见过母妃, 给母妃请安。 儿媳不知道母妃要来, 若是知道, 就晚下再回尚书府了。 哎, 不可忽说, 尚书府是你的娘家, 该回还是要回的。 多谢母妃体谅, 母妃想吃什么, 儿媳给您加。 谢瑶慢条丝里地吃着自己的饭菜, 眸光淡然, 完全不受影响。 又吃了一会儿, 谢瑶决定先行离开。 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没了美食的诱惑, 抵消上官月的恶心。 她再做下去, 怕把刚才吃下的东西都要吐出来, 那就太浪费了。 谢瑶走后, 静妃也起身回去了。 自从按照谢瑶的办法做之后, 她的饭量减少了许多, 吃不了多少就饱, 也不愿久做。 王爷, 你怎么了? 是月儿做错了什么吗? 惹你生气了? 如果月儿做错了, 请王爷说出来, 月儿改正就是。 食不言寝不语, 有什么话, 等用膳完毕再说。 王爷, 我这两天想了很多, 是我太在意王爷了, 所以才会做了错事。 王爷原谅我可好。 你暗中和楚瑞做的事情, 本王都知道了。 月儿, 你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 我只是没忍住肚气, 被瑞公主劝说着 一起设计了依妃的这件事情, 我真的知道错了, 王爷。 只是这一件事吗? 你让本王太失望了, 月儿。 今日若无依妃出面, 你还能全身而退吗? 你怎么知道依妃也去了凤仪宫? 宫里一宫就这么大的地方, 消息传得很快。 是吗? 不然你以为本王为何会知道?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有那么冷吗? 本王盖的被子比你的都要薄些, 本王却并未觉得冷。 你我的风寒只是症状消失了, 但并未痊愈, 晚上凉气重, 你最好也盖得严实点。 你分明就是怕冷。 谢遥懒得理会, 刚要闭上眼睛睡去, 忽然听见, 房顶上传来一声细微的瓦片被踩动的声音。 你, 你要干什么? 别想太多, 本王不懈占你便宜, 是房顶有人。 哪里有人, 只是一只猫而已。 猫的重量很轻, 脚步也很轻, 即便踩动了瓦片, 也不会发出那么大的声响。 而且如果是猫, 后面为什么没有了响动? 所以, 你是在保护我不被房顶的人暗算吗? 宫里基本不会有刺客, 躲在房顶, 自然是因为有他们要窥探的东西。 你是本王的王妃, 他们深夜前来, 你说, 他们是想要窥探些什么? 他们要窥探什么是他们的事情, 与我何干? 你让开, 我困了, 要睡觉。 对本王温柔一些, 不然被屋顶的人看出破绽, 你少不了再被谁请去, 喝茶谈天。 谢遥白了楚寒一眼, 双臂用力将楚寒撑起, 双腿也支了起来, 让楚寒尽可能悬空起来。 发觉谢遥的动作, 楚寒皱了皱眉, 稍微用力一下千斤坠, 就让谢遥的努力付诸东流。 谢遥也是怒了, 直接用尽浑身的力气, 把楚寒往旁边一扔。 楚寒一时大意, 没想到谢遥还敢反击, 真的被扔下来了。 王爷还是尽快睡觉吧, 若发现你屡次被王妃扔到一边, 怕是明日被请去喝茶的就是你了。 你怎么猜懒, 本王等你等得饿急, 便先吃了。 你找我只是为了用早膳? 你想出宫吗? 我想出宫的话, 不是随时都可以的吗? 本王说的不是出宫办事, 而是会寒王府疗伤。 想啊。 你是饿死鬼投胎吗? 吃你家大米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你在宫里吃的也好, 府里吃的也罢, 都是皇家的大米。 谢遥暗道失策, 这话跟谁说, 也不能跟皇室的人说呀。 你不是说要出宫吗? 我想出宫, 你说吧, 怎么出宫? 我们去见父皇。 嗯, 父皇下旨让你入宫养伤, 我入宫是急, 如今你伤势未愈, 父皇恐怕不会放你离去的。 那也未必, 父皇让我入宫, 并非是真的为了养伤, 而是为了把本王 叫到他的眼皮子底下。 那你就去说吧。 你要陪本王一起去? 不去。 你必须陪本王一起去, 你是入宫是急的, 本王的伤势需要你来说。 那我们还说在宫里再待几日吧? 我不久前见过父皇, 父皇问起你的伤势情况我都说了。 你都说了什么? 我说你伤势即将痊愈, 但染了风寒, 所以痊愈会晚上几日。 你手里有短时间内增强体质的药吗? 没有, 我连听都没听说过那种药物。 父皇当时都说什么了? 谢遥把当时和昭楚帝说过的话, 大致复述了一遍。 父皇的意思是, 让你哪儿也别去, 尽快帮本王康复? 谢遥回忆了一下, 点头。 既然你也想出宫, 那就听本王的安排吧。 陈王, 我这些年来, 每年奔波于万岐国和南兆国之间, 除了想要尽快治好你的劳病之外, 更因为我想要见到你。 这几年中, 只有从京城离开的日子, 对我来说才是最难熬的。 在来的路上, 至少心里还有着期盼, 不会让我情绪低迷。 谢遥在旁边听得差点起鸡皮疙瘩, 原来南宫燕跑这里来跟楚夜表白来了。 南宫公主, 你对本王的救治大恩, 本王铭记于心, 但此事不要再提, 本王不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夹杂了其他的东西。 陈王和我都为谈婚论嫁, 为何不能夹杂其他? 难道陈王心中已经有了人选? 不曾, 南宫公主对本王的心思, 本王很感激, 但实在是爱慕能助。 以南宫公主的才情如貌, 天下间的追求者想必多如牛毛。 南宫公主又何必在意本王一人? 天下间的追求者再多又能如何? 我的眼中只有陈王, 也只容得下陈王。 难道这么多年以来, 陈王就没有对我产生任何情愫吗? 南宫公主, 你又何必把话问得如此清楚明白? 还请陈王说得明白些, 也好让我死了心。 谢遥在暗处听得暗暗摇头叹息, 她不想再偷听, 刚转身, 脚尖不小心踢动了一枚石子, 撞击到了别的石子上, 发出声响。 是谁? 是谁在那里? 不好意思, 我是去柔衣宫。 韩王妃, 你竟然如此不知羞耻, 竟然偷听? 南宫公主, 你别误会, 我真的只是路过。 下次你找个凉亭, 湖边之类的地方, 至少一眼能看见周围有没有人偷听啊。 你们放心啊, 我没听到什么。 韩王妃是要去给依母妃请安? 是。 王的病情比之前又好了许多, 多亏了韩王妃的药了。 韩王妃既然要去给依妃请安, 就不必在此耽搁时间了, 我相信你是无意的。 谢遥有些意外地看了南宫业一眼, 到了句告辞, 干脆地转身离开。 都有时了, 去见父皇做什么? 你不是想出宫吗? 趁热打铁。 我才只去了一趟柔异宫, 还没进去呢。 原本是不行的, 但曹飞平帮了本王的忙。 楚寒, 你能不能有话直说, 别在这儿绕来绕去的。 原本薛副将和郭副将都受伤, 军武无人打理, 本王就该回去的。 但薛副将的伤势虽重, 也只是伤了一只手, 本王又奸伤未愈, 所以即便请求父皇, 也不会得到准许。 现在曹飞平再次伤了薛副将, 本王就有理由申请出宫了。 薛副将这次的伤很轻啊, 跟之前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些只是你知我知, 外人并不知晓。 你要骗, 父皇没那么好骗。 你以为本王驱报重伤的事情, 父皇不知吗? 父皇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 所以, 父皇现在已经打算让你出宫了, 过去请旨也是顺势而为。 哼, 不错, 一点就透。 请刘公公禀报一声, 说本王有事要见父皇。 皇上此刻心情不佳, 韩王若无要紧的事情, 还是不要进去的好。 无妨, 还请刘公公进去禀报吧。 好, 那就请韩王, 韩王妃稍后片刻。 您很高兴。 今日运气不错。 韩王, 皇上不见, 只让老奴问韩王, 事有何事啊。 本王的两位副将受了重伤, 无法打理军务, 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本王要跟父皇请旨, 出宫去军营赞理军务, 顺带养伤。 韩王请稍后。 很快, 刘公公又出来。 皇上口谕, 若韩王闲来无事, 便回去处理军务吧, 不必再留在宫中了。 多谢刘公公了。 儿臣见过父皇, 平身吧, 你之前不是命人禀报说, 你的劳病恢复得极好, 已经不会传染人了吗? 为何还要戴着口罩? 以防万一, 若是因此让父皇染病, 儿臣万死难辞其咎。 摘了? 是。 你深夜入宫见朕, 所谓何事啊? 儿臣闲来无事, 在府中收拾东西, 找到了遗物, 想着父皇也许会喜欢, 便拿来了, 却忘了时间, 还请父皇责罚。 呈上来, 让朕看看。 是。 这画如果父皇喜欢, 还请父皇收下。 你母亲不喜欢被人画画像, 所以极少有画像留下来。 没想到, 朕还能看到你母亲的画像。 儿臣也是收拾母亲房间时, 偶然发现的。 陈王府原本就是打算留给你的, 所以你母亲便提前在陈王府 住了一段时间, 给你留了些东西, 原本是早就该给你的, 却因为你的病情正给忘了。 儿臣也是因为 今日病情有所好转, 经常在府中散步, 又去母妃住的院子里面走了走, 才看到这些东西。 你已经到了该婚配的年纪, 可有中医之人。 儿臣劳病未愈, 不急。 不必在意劳病, 明慧公主已经到了京城, 她手中有可以治愈劳病的药, 等你的劳病痊愈, 终归是要娶妻的。 你可喜欢南宫公主, 朕有意跟南赵国联姻, 就娶她为你的侧妃, 如何? 多谢父皇美意, 南宫公主为了儿臣的劳病付出极多, 儿臣感恩在心, 绝无其他想法。 你放心, 正非之位, 朕, 会给你物色一位, 对你助力很大的人, 你一定会满意的。 儿臣真的暂时无心考虑婚姻之事。 启禀皇上, 依妃娘娘求见。 此时已经深夜, 她不好好休息, 来找朕做什么? 娘娘没说, 只说有急事求见。 玄恩。 臣妾见过皇上, 无难深夜打扰皇上, 还请皇上恕罪。 见过依母妃。 爱妃, 深夜来见朕, 可是有什么急事? 依妃上前一步, 刚要开口, 目光扫过正被昭楚帝卷起的画卷, 刚好看见了画中人的容貌, 顿时心头猛然一颤。 这张脸竟跟自己有七八分的相似, 爱妃。 哦, 臣妾一时失神, 皇上恕罪。 无妨, 你深夜来见朕, 可是有什么要事? 臣妾去过了齐天殿, 得知韩王和韩王妃已经出宫回府了, 所以来请皇上派人出宫, 去将韩王妃照入宫中。 嗯? 皇上不必担心, 臣妾身体很好, 是臣妾的外甥女。 朕知道了, 此时你随便拆遣个人去吧。 是, 多谢皇上。 依母妃。 噓, 她刚睡着。 然后起身走向外面, 是依母月盯着吴佩雅。 谢瑶便跟着走了出去, 出去之前, 她余光看见了吴佩雅手腕上缠着的绷带, 心头一沉。 本宫听工人说起, 韩王妃曾来过如意宫。 想来看一看, 不巧依母妃正在休息, 便回去了。 是本宫把事情想得简单了, 本宫以为, 以本宫的阅历可以开导佩雅, 却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情。 一会儿, 就请韩王妃帮佩雅医治了。 依母妃言重了, 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只能根据吴小姐的情况一事。 尽力而为就好。 吴小姐情况特殊, 任何不经意的话语都可能刺激到她, 所以我必须谨慎。 依母妃可还记得这段时间跟吴小姐说过什么。 依妃虽然是招处地的宠妃, 但在这件事情的应对上, 跟普通家长无异, 说的也是意料之中的内容。 韩王妃先去偏店休息一下吧。 佩雅应该是折腾得累了, 要睡一阵子的。 娘娘, 吴小姐又做噩梦了。 依妃立刻将吴佩雅抱住, 轻声地安慰着。 吴佩雅忽然醒来, 知道是依妃, 便趴在依妃怀中痛哭了一会儿, 才渐渐冷静下来。 不用害怕, 她是韩王妃, 也是大夫。 你身上的伤, 就是她给你治疗的。 吴小姐, 你身上的伤该换药了, 我带来新的药, 可以让你更快痊愈。 佩雅, 让韩王妃给你换药, 姨母就在外面。 吴小姐趴下吧, 我给你换药, 你一定在心里吃笑我吧。 为什么要吃笑你? 因为我被人多了针结, 已经不干净了。 所以, 你认为这件事情, 究竟是谁的错? 是, 我的错。 你为什么会认为是自己的错? 我应该逃的, 我应该避开他们, 走另一条路的。 如果我避开他们, 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 那么请你告诉我, 如果他们已经盯上你的话, 就算你换了另一条路, 他们会不会追你? 我会。 那如果他们追你, 你能否成功逃脱? 我跑不掉。 他们困住你, 并且要对你不轨的话, 你有没有能力反抗? 没有。 所以, 你并没有做错, 错的是他们。 你尚未急急, 而且还是一个女子, 根本不是成年男子的对手。 更何况, 他们是一群人, 你能够从他们手中活下来, 就是最大的成功, 而不是错误。 把话说得如此轻松, 即便是他们的错又能如何? 目以成舟, 我已经不干净了, 你懂吗? 我当然不懂, 你一直强调你不干净了, 你是感到羞耻吗? 羞耻, 是因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或者有不好的企图, 才会产生的心情。 而你做了什么? 因为你的无辜感到羞耻? 我觉得该羞耻的, 是那些不尊重你的人, 而不是你。 门外, 依非听的热泪盈眶, 满眼都是对谢瑶的佩服。 这些道理她都懂, 却做不到像谢瑶这样, 恰当好处地说出来, 里面, 谢瑶按照自己之前整理出来的策略, 逐一地用在了吴佩雅的身上, 效果非常不错。 吴峰, 去扶云轩, 上人将王妃的背褥铺好。 是, 王爷, 你有尖伤, 背纸帮您扶着王妃吧, 不用, 本王背得动挡。 楚汉说完, 一伸手, 将谢瑶扛在另一个肩头, 朝着浮云轩大步而去。 把窗户遮得严一些, 别让光透进来。 另外, 备下膳食, 等王妃醒了吃。 这个女人, 真不让人省心。 你在这守着, 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浮云轩。 是。 谢瑶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 一睁眼睛, 肚子就饿得咕噜噜直叫。 子晴。 王妃, 醒了, 待着别动就好, 奴婢去给您拿饭菜。 嗯, 膳食准备得非常好。 是王爷命人给王妃准备的膳食? 对了, 王妃, 还是王爷把你扛在肩膀上, 从府门口把你送回来的呢? 那姿势, 那动作, 是还到家了。 谢瑶愕然, 楚汉扛着自己, 还从府门口回来的? 这是发什么神经啊? 谢瑶, 本王有事找你。 什么事啊? 平溪王犯了急症, 急需救治, 你能否出手救治? 等我片刻, 今早你为什么要把我扛回府门轩? 抱着要双肩受力, 便扛着了。 我能救得了平溪王一次两次, 但救不了三次四次。 平溪王的身体已经差到一定程度, 每一次发病都会让身体恶化, 让病情恶化。 本王知道。 谢瑶还要说的时候, 马车已经抵达了平溪王府。 韩王, 韩王妃, 你们快进去吧。 梁博, 你怎么不在房中, 里面有人, 是王爷不让老奴进去, 说若是韩王妃和韩王来了, 直接进去就好, 说不来, 就让老奴过几日再给王爷, 收尸。 谢瑶心头揪了一下, 就治成功了。 嗯, 我之前注射了麻药, 要过一会儿才能醒过来。 平溪王的身体很差, 这次的病发几乎耗尽了他所有心力, 若再病发, 我也无能为力。 嗯。 忽然, 平溪王剧烈咳嗽了一声, 缓缓清醒了过来。 小巫。 黄叔, 我在。 她是个好姑娘, 你要懂得珍惜。 黄叔, 这件事以后再说, 你先养好身子。 刘公公, 你怎么来了? 平溪王可在房中, 王爷的确在里面, 不过突发了急症, 恐怕现在不便见刘公公。 突发了急症? 刚好皇上下了口谕, 让平溪王入宫。 宫中有众多御医, 一定能帮平溪王治疗病症。 老奴见过韩王殿下和韩王妃。 免礼。 谢韩王。 平溪王身体不适, 不知是否还能走动。 老奴侍奉皇上的命令, 来请平溪王入宫的。 本王刚从鬼门关走了一走, 怕是要让公公白跑一趟了。 这, 这恐怕不妥。 皇上召平溪王入宫, 是有要事的。 也罢, 本王随你入宫就是。 多谢平溪王体谅, 那老奴就去外面候着了。 你有没有办法暂时稳住皇叔的病情? 无用的, 父皇召皇叔入宫, 怕是一时半壳出不来。 如果贸然稳住病情, 等药效一过, 再次爆发急症的几率会更高。 到了那时, 神仙也救不了。 丫头, 大胆给本王用药。 若你们没来, 本王已经死了, 现在本王还活着, 就是赚了。 多活一克, 便多赚了一克。 好, 我给皇叔用药。 皇叔, 这药物能持续两个时辰的时间。 如果你确定两个时辰内无法出宫, 一定要设法让我知道, 我会立刻过去给你延长药效。 一旦药效失效, 就真的救不了了。 平溪王笑了笑, 示意自己明白。 老奴是奉命请二位入宫的。 皇叔的情况如何? 平溪王? 啊, 韩王妃误会了, 老奴奉命请你们入宫, 是去给皇太妃诊病的。 皇祖母病了? 是什么病? 这个老奴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皇太妃向来喜欢您, 见到您心情一好, 病情也许都会跟着好了。 好, 本王随你入宫。 韩王妃请留步。 皇上打算留平溪王在宫中几日, 担心平溪王的身体, 听说韩王妃手中有治疗平溪王病症的药物, 便让老奴从韩王妃处求一些药回去。 一会儿我会将服用的方法和剂量都写下来, 还请留公公回去, 让御医严格按照平溪王的身体状况服药。 如果有任何问题, 一定要派人来告诉我。 韩王妃放心, 错不了的。 黄祖母, 孙儿来看您了。 是, 小五吗? 是我, 黄祖母。 好, 来了就好。 娘娘, 皇上命含王妃来给您看病来了, 您还是先诊病吧。 黄祖母, 谢瑶的医术精湛, 让她给您诊一诊脉, 看一下吧。 眼睛擦亮些, 不要被人蒙蔽了。 黄祖母, 请伸出手腕, 容我给你诊脉。 我是来给黄太妃治病的, 黄太妃情况如何? 啊, 南宫公主, 你能来给哀家诊脉, 再好不过。 韩王妃, 请让出些位置来, 我要为黄太妃诊脉了。 南宫宴的诊断基本没错, 治疗方法也没什么大问题, 既然有人接这个烫手山芋, 她自然乐得退位绕闲, 而且还省得跟招处地禀报。 随后, 南宫宴还展示了一手针灸, 黄太妃的状态又跟着好了一些。 南宫公主的医术精湛果然非同凡响, 奴才瞧着娘娘的气色立刻就好了许多。 这几日娘娘的身体一直不见好, 现在终于有了起色了。 哀家听闻南宫公主的医术 比宫中的御医都要强出许多, 今日一见果然非同一般呢。 黄太妃过奖了。 当初你大婚, 为何不来找哀家? 只要你找到哀家, 哀家就一定会为你做主。 黄祖母一心礼佛, 虽然若是事事打扰, 岂不是成了罪人? 胡闹, 终身大事齐同而戏。 冰兰, 你过来。 小五, 你觉得冰兰如何? 黄祖母身边的人自然都是好的。 你何时学得开始糊弄挨家了, 给你做妾如何? 黄祖母, 虽然大婚没多久, 府中已经有了正妃和侧妃, 不急着纳妾。 你不着急, 黄家着急, 哀家着急。 你的正妃是怎么回事, 哀家心里清楚。 虽然侧妃是你所爱之人, 但这么久了, 这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你打算何时给黄家开支散业? 此事不必在意, 哀家就替你做主了。 择日将冰兰送入韩王府。 黄祖母, 孙儿近日忙于军务, 实在无心其他。 韩王妃, 你身为皇家的儿媳, 在给你带来荣耀的同时, 也有责任。 你不可拿出平日里在将军府的那一套, 来当这个韩王妃。 你要学会替你的夫君考虑, 要懂得为皇家考虑。 既然你自己的肚子不争气, 就没有资格拦着别人的肚子。 哀家说的纳妾一事, 你觉得如何? 想好了再说。 黄祖母, 孙媳妇认为您说的极有道理, 这么重要的事情, 王爷不该拒绝, 也不能拒绝。 王爷, 别的亲王也都是公务产生, 不都也有了子私吗? 你不该以此为借口的。 而且我看冰兰会智兰心, 容貌也不错, 潮年跟在黄祖母身边的人一定差不了, 你又何必拒绝? 嗯, 既然如此, 此事就这么定了。 哀家先准备几日, 然后将冰兰送去韩王府。 孙儿现在无心纳切, 黄祖母的好意, 孙儿都明白。 唉, 那就过两日吧。 五弟媳, 没想到在这里也能遇见你。 原来是陈王, 五弟呢? 没跟你一起入宫吗? 他也来了, 也有些日子没诊断陈王的病情了, 既然巧遇, 也省得我再跑陈王府一趟。 不出意外, 你的药量可以再减少一些了。 有劳了。 谢遥笑了笑, 开始诊脉, 陈王的病情康复得很好, 照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 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不用每日都服药了。 这一切自然还是要感谢五弟媳, 不然本王的劳病康复是遥遥无期啊。 冯卿, 去取纸笔来。 是。 我弟媳稍后片刻, 纸笔马上就到。 本王见你是从优华宫中出来, 可是去给皇祖母请安去了。 正是。 皇祖母身体如何? 本王听说皇祖母这次因为患了病才回宫的, 有些担心皇祖母的身体。 陈王还没有进去给皇祖母请安吗? 父皇下令, 皇祖母身体欠佳, 需要静养。 没有他的准许, 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雍华宫。 我也是奉了父皇的旨意, 入宫给皇祖母诊治的。 有五弟媳出手, 皇祖母的病情自然会要到病除的。 陈王谬赞, 不过皇祖母的病情我的确没有参与诊治, 全程都是南宫公主独自一人给皇祖母治病开药, 我只是顺口一说, 并非故意提及南宫公主。 没关系, 之前的事情不过是巧合而已, 不必介怀, 而且南宫公主的医术也十分精湛, 只要皇祖母身体康复, 便是万岐国的姓氏。 陈王想进去给皇太妃请安? 本王只是随便走走, 我刚刚给皇太妃诊治过病情, 现在刚好要进去一趟。 陈王可愿帮我个忙, 将这包药拎进去。 南宫燕将手里的药材往前移地, 只要楚夜跟他去见皇太妃, 皇太妃见他和楚夜郎才女貌, 事成指日可待。 父皇有令, 本王不想违抗。 陈王, 你很厌恶我吗? 南宫公主为了救治本王, 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本王感激还来不及, 自然不会厌恶。 你的劳病用不了多久, 病或痊愈, 我也不会继续留在万岐国, 也许, 我该走了。 这些年因为本王的病情, 南宫公主劳累奔波, 本王心中不甚感激。 南宫公主何时启程, 还请告知本王, 本王定要背下一份丰厚的谢礼, 送予南宫公主。 你心中已经有了中意的人选, 对吗? 南宫公主不必多想, 本王对你一直是抱有感激的, 不曾有任何的其他念想。 若是让南宫公主误会了, 本王表示歉意。 本王是带病之身, 即便是痊愈了, 身体差得恐怕也很难恢复。 天底下的男儿, 比本王好得大有人在。 以南宫公主的容貌和财情, 一定会找到如意郎君。 你中意的人, 可是谢瑶。 南宫公主慎言, 韩王妃是本王的弟媳, 跟南宫公主一样, 对本王的病情照顾有加, 本王心存感激。 我不会让你为难。 说完, 他哭着离开了。 王爷, 月儿错了, 王爷, 月儿错了, 我不该阴度生恨,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我刚刚看见王妃, 尝试着跟他道歉, 但他并不接受, 这些我也能理解。 我不求王妃能立刻原谅我, 只求王妃心里能舒服一些就好。 这件事情的确是我的错, 王爷可否念在我是初犯的份上, 原谅我一次。 你先回去吧, 本王一会儿还有军物要处理。 月儿只求王爷再给一次机会, 不要因为这一次的事情就认定了月儿。 只因为一次的事, 没想到到了现在, 你还想着如何欺瞒本王。 我没有, 我没有想欺瞒王爷。 有些事情是瑞公主主导的, 我也不好拒绝。 而且我有些事情并没有参与其中, 还请王爷明鉴。 我跟王爷相识已久, 王爷将我跟王妃同日取入府中, 给了我莫大的荣光。 我一直是心存感激的, 只求王爷念在王日的情分上, 再给我一次机会。 王日的情分? 本王没想到自己竟然如此后知后觉, 时至今日, 才明白了一些东西。 王爷, 我真的知道错了。 从今往后, 我一定改过自新, 保证绝不再犯。 希望王爷给我一次机会。 希望王爷还能像当初一样待我, 眼里只容得下我。 我的眼里, 也只容得下王爷。 束缚之后本王才发现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王爷。 回去吧, 本王一会儿还有君务要处理。 陈王, 初次拜访有些唐突, 还请见谅。 明慧公主不必客气, 请坐。 不知公主前来所谓何事? 我听闻陈王身患劳病, 久之不遇。 我此行带来了可以治愈劳病的良药, 陈王可以尝试一下。 楚夜的面色看起来不错, 并不像是患劳病多年的样子, 更像是刚患病不久, 莫非请报有误。 不知是什么药竟有如此奇效, 可否让本王看一看。 楚夜表现出了一些好奇, 明慧公主微微侧头, 看了一眼身后, 若冰立刻将手中的盒子端到前面, 有陈王府的下人接过。 这就是公主所说的良药? 正是。 这药是我费尽心思 从一位高人手中求来的, 倒是费了些功夫。 此药虽然厉害, 但也无法做到立竿见影。 若以陈王目前的情况服用此药, 不出半年便可痊愈。 半年吗? 多谢明慧公主的美意。 明慧公主来找本王, 就是为了这一件事情吗? 陈王慧眼如炬, 我此次前来万七国京城, 的确还为了一件事情, 和亲。 不过陈王不必担心, 我奉命和亲的人并非陈王, 而是韩王。 公主是想让我在父皇和五弟面前, 替你美颜几句吗? 那样的话, 这礼物未免太过贵重了。 陈王见笑了, 我并没有这个打算。 只是第一次来, 空着手未免有些失礼。 使本王误会了。 王爷, 王爷, 尚书府出了些事情, 请王爷陪我回去一趟。 薛夫将受伤, 本王还有许多均物要处理。 我祖母病重, 怕是撑不过去了, 他老人家平日里最为宠物, 直到我加入了韩王府, 更是高兴万分, 不止一次地跟我提起过王爷, 并且说, 想要见一见王爷, 还请王爷给一个将死老人几分薄面, 陪我回去一趟吧。 楚寒皱眉, 沉吟了片刻之后, 声音冷沉。 本王轻物繁多, 必须快去快回, 不得耽误时间。 多谢王爷。 马车安静前行, 忽然一个急杀, 车内一顿摇晃。 楚寒魔光一沉, 立刻掀开脸再朝着外面看去。 出了什么事情? 有刺客, 你躲在马车中不要出来。 楚寒魔光凛冽, 一斗手中宝剑, 直接冲了出去。 王爷小心,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用管我。 杀! 刺客中, 有人大喊一声, 立刻就挥刀砍了过来。 楚寒一个侧身让过去, 一掌刚将对方击退, 其他人立刻又围了上来, 每一刀都砍向要害。 杀了他, 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不然我们就全完了。 所有刺客全都冲向了楚寒, 恨不得将楚寒当场斩杀。 楚寒从容不迫地应对, 手中宝剑上下翻飞, 风雨不透。 不仅身上没有受一丝的伤, 对方还被他趁机踢飞了好几个。 这种级别的刺杀根本伤不到他。 王爷小心! 刺客见状, 瞬间有一半放弃了楚寒, 朝着上官月就冲杀过来。 上官月直接跳下马车, 朝着楚寒跑了过去。 楚寒见状, 立刻伸手去接了一下, 同时挥剑斩向攻击上官月的刺客。 上官月看向楚寒背后刺鼓来的一柄剑, 目光一沉, 咬了下唇, 辛苦谋划了这一切, 千万不能出了差错。 王爷小心! 上官月! 见过韩王妃, 给韩王妃请安。 免礼, 谢韩王妃。 皇祖母身体如何? 不知你此次出宫来韩王府是为了什么? 奴婢此次出宫, 奉了皇太妃的旨意, 前来照顾韩王殿下的伤势的。 有劳皇祖母费心了, 王爷的伤, 的确需要人照顾。 冰兰怕是要在府上叨扰几日, 希望韩王妃不会见怪才是。 这是皇祖母的好意, 怎能说是叨扰? 善管家, 这位是皇太妃身边伺候的, 名叫冰兰, 你去给她找间客房住下吧。 王妃, 府中留人需要跟王爷报备的, 您看。 冰兰是奉皇太妃一直来的, 你去准备就是, 王爷在军营, 不知何时回来, 总不能一直拖着。 是, 冰姑娘, 请随我来吧。 你带我去一下韩王殿下的书房和住的地方吧。 我还是先带你去安排住处吧, 其他的不急于一时。 现在天刚亮, 距离天黑还早, 不急着安排住处, 前面带路。 冰小姐, 王爷目前不在府中, 书房种地不许外人进去, 说冰小姐实在想进去, 可以等王爷回来之后, 跟王爷直接说就好。 冰兰想了想也就作罢了。 山泉, 这人是谁? 书房种地, 他要干什么? 上官月在紫燕阁憋闷的难受, 又只是胳膊受伤, 便出来透透气。 启离侧妃, 这位是冰兰小姐, 黄太妃身边伺候的人, 是封了一旨来照顾王爷伤势的, 奴才要带冰兰小姐去安排住处。 黄太妃说是派人来照顾楚汉, 实则怕是要给楚汉纳妾, 谢瑶还没送走, 又来一个年轻漂亮的。 啊, 原来是黄祖母身边伺候的, 我说怎么看着如此亲切, 既然住处还没安顿下来, 善权, 你就先去安排住处, 等安排完毕了再来告诉我。 我先带着这位妹妹到处转一转, 熟悉一下府里的环境。 这个冰兰虽然是一个下人,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用冰兰对付谢瑶岂不是一举两得, 她只需要坐山关虎斗就好, 那就多谢上官侧妃了。 你究竟想干什么? 谢瑶正在房中练习瑜伽, 忽然被楚汉冲进来大喊, 给吓了一跳。 你没事吧, 跑我这里来发什么疯? 你又在练习什么妖术? 妖术? 这是能让人增强体质, 延缓衰老的妖术。 还能增强体质? 楚汉双眸微眯, 仔细地盯着谢瑶看, 看什么看? 冰兰是你留下的。 是啊, 她是奉了皇祖母的义旨, 我可撵不走。 紫晴已经将冰兰离开 韩王府的事情告诉她了。 撵不走就要留下, 你不能拖着她吗? 你就那么喜欢给本王纳妾? 这么大火气? 我已经在拖着她了, 你如果回来得早自然能够处理, 如果回来得晚, 我再拖着她也只能留她过夜。 纳不纳妾的, 你自己看着办, 我反正是不管。 你是本王的王妃, 这些事情自然是你负责, 难道还要本王一个一个地往外推吗? 有人给你纳妾, 你喜欢就收着, 不喜欢就自己拒绝, 这么大的人啊, 要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独自处理, 不依赖别人。 喜欢就收着, 你就这么不负责任, 你就这么巴不得本王的身边都是女人。 我收也不是, 不收也不是, 你到底要我怎样? 谢阳怒问, 直接给自己穿上了外面的衣服, 然后大步离开浮云轩。 王爷, 多谢你愿意陪着月儿。 你毕竟是为了本王才受的伤, 坐一会儿也无妨。 上官月心中暗笑, 她的计策果然是成功了。 许景没有跟王爷一同这样坐着了。 月儿记得, 上次好像是三个多月之前了。 上官月一脸的回忆, 曾经的他和楚寒毫无疑问是幸福的。 楚寒似乎是想到什么, 皱眉。 日子过得真快啊, 转眼间就已经过去三个多月,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有好事, 也有坏事。 王爷, 原谅我吧, 我很想我们回到以前的样子。 即便不能完全回去, 也不希望王爷继续生月儿的气。 月儿的事情, 错在月儿身上, 还请王爷不要气坏了身子。 若是王爷还不解气。 上官月一咬牙, 用出了以退为进的杀手锏。 即便是休气了月儿, 月儿也绝无怨言的。 只求王爷可以原谅月儿这一次。 楚寒脸色沉宁, 抬头深深看了一眼上官月。 刚要开口, 余光便看见不远处的谢瑶, 喊了一声。 谢瑶! 我累了, 要回去休息, 你们继续, 不必再叫我。 谢瑶面无表情地说完, 然后静字离开。 外面风大, 你先回去吧, 本王还有事情要去处理。 楚寒看向上官月说了一句, 然后起身, 朝着谢瑶的方向离开。 谢瑶! 你去了何处? 本王找你有事? 你有事找别人的时候, 也是连门都不敲的吗? 他惊声质问。 楚寒还愣在原地没有回神, 更是没有听见谢瑶的话, 眼前都是活色生香。 楚寒! 楚寒这才回神, 脸色瞬间爆红, 刚刚看到的一直在眼前挥之不去。 我不知道你在沐浴, 我出去就是, 不便喊叫。 谢瑶盯着楚寒背骨伸去, 他才松了口气。 你是本王的王妃, 即便被本王看了, 也不必大惊小怪。 更何况, 本王也未必愿意看你。 楚寒语气怪怪地说完这一句, 也顾不得语气别扭, 立刻关上门。 方中, 谢瑶眉头紧皱。 你怎么还没走? 还想干什么? 楚寒回头, 眼神闪躲, 耳根泛红, 自知刚才李亏, 便语气温和道。 本王说了有事找你。 有事就说, 前提是你得好好说话, 别用这个, 用你心里想用的语气说话, 不要刻意装。 不是你说本王整日板着个脸, 说话太冷了吗? 楚寒也有些怨气, 楚夜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能一直保持温和。 谢瑶一愣, 我什么时候说过? 是你上次在, 在本王房中喝醉地说的。 除此之外, 我还说了什么? 你还说陈王说话温和? 他是他, 你是你, 你就那么把自己变成别人的样子啊? 见楚寒有些神色不宁, 谢瑶因为刺激到了楚寒, 便收敛了语气, 岔开话题。 你不是找我有事吗? 到底是什么事情? 过几日宫里会有宴会, 你准备一下, 到时候千万别给本王丢人。 说完, 他就快步走掉了, 好像后面有什么在追他一样, 给皇祖母请安, 皇祖母身体如何, 是哪里不舒服? 你这个王妃是怎么当的? 孙媳妇愚钝, 不知皇祖母说的是什么事情。 你是在跟哀家装糊涂吗? 孙媳妇不敢。 哀家问你, 冰兰可曾去过韩王府? 去过。 那你为什么要把他赶回来? 皇祖母误会了, 我并没有赶冰兰离开, 是他见过了王爷之后, 王爷让他走的。 韩王不留冰兰, 你难道没有责任? 之前在雍华宫, 哀家提起给韩王纳妾的事情时, 他其实已经同意了, 只是顾及你的感受, 所以才拒绝。 这一次, 若没有你的授意, 韩王岂会赶冰兰离开? 皇祖母真的误会了。 哀家不会误会, 哀家现在只问你一句, 冰兰给韩王作妾的事情, 你究竟同不同意? 我…… 你想好了再说。 孙媳妇不同意, 谢遥心里也很无奈, 反正楚寒不同意, 最后也会被皇太妃归到他身上, 他倒不如说不同意。 你…… 皇太妃没想到谢遥竟敢拒绝, 顿时气得一股心火上涌, 脸色跟着白了下去。 啊, 太妃, 您感觉如何? 要不要请南宫公主过来? 去, 快去。 又过了一会儿, 皇太妃的脸色已经变得越来越糟糕, 但是, 不光南宫也没来, 御医也没感到, 皇太妃的脸色已经出现了些许青紫色, 是窒息了, 顾不上去想太多, 他立刻上前, 声音冰冷, 快让皇祖母躺下。 韩王妃, 您要干什么? 不想让皇祖母病故, 就听我的。 谢遥脸上冷色一闪, 强行将皇太妃摁倒, 直接躺在地上, 然后, 给了一针镇静剂。 谢遥竟敢趁机给我喂毒, 胆大包天。 这是药, 可以缓解你的胸闷, 让呼吸更顺畅。 不吃药的话, 我什么都不用做, 你恐怕已经活不下去了。 随后, 他又注睡了一些药物, 就明显感觉到, 皇太妃的呼吸平稳了许多。 不过, 皇太妃此刻已经睡了过去, 除了知道服下一枚药之外, 什么都不知道了。 啊, 太妃, 您醒了。 扶哀家起来, 来人, 去把韩王妃抓起来。 太妃娘娘, 是韩王妃救了您。 启禀太妃娘娘, 微臣刚刚给你诊脉, 发现你的脉相的确比之前好了许多, 应该短时间内不会发病了。 你说的可是真的。 微臣不敢说谎。 你过来, 哀家有话问你, 是你治好了哀家的病。 皇祖母的病情, 我现在没有把握治愈, 只能缓解。 能缓解到什么程度? 只要控制情绪, 饮食, 运动, 便可与常人无异。 去给韩王妃拿把椅子来。 是。 谢皇祖母。 控制情绪, 是什么意思啊? 启禀太妃, 晋王和晋王妃在外面呢, 想要进来给您请安。 宣。 控制情绪就是不要生气, 不要激动, 不要焦虑。 控制饮食就是多吃清淡, 少吃油腻。 控制运动就是不能久坐, 更不能躺着。 每日都要散步大概半个时辰左右, 量力而行。 给皇祖母请安。 免礼。 皇祖母感觉身子如何, 孙子甚是担心, 跟父皇求了很久, 才准了我请安。 无碍的, 已经好多了。 老大, 你有心了。 哀家回宫以来, 你是第二个给哀家请安的。 皇祖母身子不适, 自然是要多休息的。 皇祖母, 这要是你感觉胸闷的时候, 取一粒含在舌下, 胸闷的感觉很快便会好。 若还不见好, 就要立刻想办法了。 皇祖母安心养身吧, 孙媳妇告退。 你既然懂医术, 哀家就给你几个月, 先调理一下自己的肚子。 若还是没有子嗣, 就怪不得别人了。 多谢皇祖母提醒。 大嫂, 谢瑶在里面吗? 啊, 她刚走, 你没看见她吗? 皇祖母的身体如何? 说是刚刚发过病, 这会儿精神好了不少, 正拉着静王聊天呢。 皇祖母身子刚好一些, 那本王就不进去请安了, 改日再来。 韩王这是要去哪里, 是有急事要办吗? 大嫂有事。 啊, 无事。 就是许久没见你了, 想趁着这个机会, 跟你坐下随便聊聊。 前面湖边有一个亭子, 就去那里吧。 好, 以前, 你一直都会坐在我边上。 大嫂也说了, 那是以前。 时至今日, 我们都各自成家, 自然不能像以前一样。 不要叫我大嫂, 叫我雨灵。 这个湖, 没有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那个湖大。 儿时只顾着玩耍, 哪里会在意湖的大小。 是的, 你当时被管得很严, 难得有机会出来玩。 但是你只要有机会玩, 就一定会提前命人出宫去叫我。 嗯。 你, 过得还好吗? 很好。 王妻是你被破取的, 侧妃虽是你喜欢的, 但你只给了她侧妃之味。 可见你喜欢的并不深。 大嫂甚眼, 这是本王的家世。 家世又如何? 难道你的事情我就不能关心了吗? 难道你已经忘了我们儿时的情意? 儿时的事情就把它放在儿时吧, 不必带到现在了。 当初我们只是孩子, 什么都懵懵懂懂的, 说是本王做了什么事情, 让大嫂误会。 本王在这里, 跟大嫂知歉。 懵懂? 你难道忘了? 当初你说过要娶我为妃的? 本王已经有王妃了, 而且大嫂也已经嫁给了大哥, 此事不必再提。 你不过陪我说了几句话就急着要离开。 当年, 你每次命人叫我入宫, 我都会放下所有的事情第一时间赶来的。 本王还有事, 就不陪大嫂。 先走一步。 平溪王回复了, 情况不加。 你现在随本王过去一趟吧。 你在院子里等我, 我马上就好。 平溪王的情况不加到了什么程度? 跟之前类似, 不过疼的地方从只有小腿变成了大腿小腿都会疼。 可还有胸痛窒息的情况? 不曾胸痛, 只是有些呼吸不畅。 小腿上可有静脉曲张的迹象。 静脉曲张? 就是小腿上有没有青色的条形痕迹。 不曾看过。 黄叔主要的不是就在于呼吸不长。 本王担心会像前两次一样停止呼吸, 所以恢复来找你。 黄叔的情况的确比我预想的要发展快一些, 但并无大碍, 只需提防好再次窒息就好。 黄祖母今日又犯病了? 嗯。 黄祖母的病情又严重了吗? 之前南宫公主给黄祖母治病, 据说是有了好转的。 黄祖母的病情并未加重, 黄祖母是被气犯病的。 是谁竟敢在这个时候惹黄祖母生气? 是我。 谢遥冷冷地瞥了楚寒一眼。 楚寒瞬间明白了, 谢遥为什么会惹黄祖母生气, 不去看谢遥的眼睛。 对了, 黄叔这次回来, 父皇派了两个御医跟着, 一会儿你若是忙不过来, 可以让他们帮忙。 母妃也说了, 让你纳妾有利无害, 你最好考虑考虑。 等过了今夜, 本王亲自入宫去说。 不必了, 我缓解了祖母的症状, 祖母给了我几个月的时间。 给了你几个月的时间? 什么意思? 楚寒愣了一下, 随后就立即明白了。 你答应黄祖母, 要给本王生孩子? 你不要多想, 几个月后你我早已分道扬镳, 到时你是否纳妾, 都不会有人把这件事跟我扯上关系了。 本王自然不会多想, 只要时机成熟, 本王不会多留你一刻。 黄叔的病情, 还有几分治愈的机会。 黄叔的病是因为血管中有异物, 很容易堵塞血管, 清理异物不难, 难的是阻止异物继续出现。 为什么会有异物? 因为患之, 只要能将黄叔的患之治愈, 血管中的异物就会不复存在, 但要治疗患之, 最好能知道患之是如何变成今日这个样子的。 不然会多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而且成功的几率偏低。 黄叔年轻时骁勇善战, 是四国公认的第一将军, 智勇双全, 无人能敌。 但是在一次战役中, 黄叔遭了埋伏, 全军覆没不说, 自己也被敌人打成重伤, 伤了肺腑, 才勉强逃出生天。 结果刚回到京城, 就被仙皇问罪, 一顿板子下来, 打到黄叔后背劈开柔斩, 双腿直接就废了。 那黄叔的胳膊呢? 是黄叔自己练废的。 如何练废的? 黄叔的伤势好了之后, 便疯狂地练刀, 双腿不能动, 他就坐着练。 而且一练就是二十四个时辰, 一刻不停。 黄叔就是那个时候被调离京城的? 黄叔胳膊也废掉的消息传出去之后, 没多久先皇就病逝了, 父皇继位。 一个月后下旨, 让黄叔镇守边疆。 先皇得的是什么急证? 不是急证, 黄叔出征前, 先皇就早已患病。 只不过是黄叔逃回来的时候, 先皇刚好病重了, 无法上朝。 谢遥立刻就想到, 可能是有人趁机甲传圣旨, 惩罚了平夕王。 先皇病重, 平夕王是继位的最大热门, 自然有人看着不顺眼。 都需要什么? 回王府去吧, 这里就不用看了。 是给黄叔调理身体用的, 这几日凑齐就行。 走吧, 回去看一眼黄叔的情况, 然后回王府找药材。 梁伯, 一定要按照上面写的给黄叔用药, 不可擅自增多或减少, 我会定期过来给黄叔复诊, 如果需要, 自会让你增减药量的。 老奴明白, 老奴一定严格按照韩王妃所说的给王爷服药。 王妃真是好心情, 现在还在摆弄药材, 有事就说, 无事的话。 子行, 送客。 王妃难道不知道外面的传言? 你之前跟陈王私会, 如今又跟沐王私会, 你的名声尽毁, 丢的还不是王爷的脸面。 丢你的脸面了? 我是韩王府的人, 你丢了韩王府的脸, 自然也丢了我的脸。 你如此德行, 亏得王爷还要带你入宫参加宴会, 你的准备全部白费了。 明日, 王爷是不可能带你入宫的。 所以, 他要带你入宫? 我贤良淑德, 自然有入宫的资格了。 想必, 你为了入宫赴宴, 也准备了不少吧?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 我记得此次入宫, 每位亲王只能带一人入宫, 而我是正妃, 他没有带你这个侧妃, 却不带我的道理。 皇后一旨以下, 你品行不堪, 没有赴宴的资格。 我品行不堪? 你最好能拿出证据来。 外面那些传言, 就是最好的证据。 你也说了, 那是传言。 那我还传言说, 你上官月跟慕王私会, 甚至跟慕王通奸。 谢遥话落, 眸中瞬间一抹光芒闪过, 紧紧盯着上官月。 上官月瞬间心头狂跳, 冷汗直接将后背都浸湿了。 我, 王爷怎么来了? 本王来找谢遥, 你怎么不在紫妍阁休息? 月儿听说外面谣言似起, 都是关于王妃的, 心中急切, 所以过来看看。 嗯。 我要忙了, 无事就都请回吧。 本王找你有事。 王爷, 月儿刚刚已经跟王妃提过, 明日最好不要入宫的事情了。 不过王妃, 好像还是很想入宫, 月儿也没有办法了。 无妨, 此时本王自会处理, 你伤之未愈, 还是先回紫妍阁养伤吧。 无妨, 送侧妃回去。 是。 那月儿告退了。 说吧, 你要问什么? 你, 明日不必跟本王一同入宫了。 你用你皇子的脑袋仔细想一想, 我就算再着急跟你合离, 也不可能在合离之前去找别人吧。 之前你怀疑陈王还好些, 这次沐王你也信, 我是有眼无珠才会选沐王。 你笑什么? 本王笑你愚蠢, 你什么都不问, 就说本王相信了外面的谣言。 本王在你的眼中, 就那么没有脑子吗? 那你是什么意思? 谣言已经传进宫里, 父皇和母后都知道, 这次的事情, 比上次你跟陈王私会的事情更严重。 你此时入宫, 无意与火上交友。 我跟陈王那是附诊。 本王知道你不必急着解释, 本王只是说情况对你不利, 留在王府才是最安全的。 等过几日再入宫, 到时候解释清楚就是了。 不行, 人正不怕影子歪, 不去反而显得我心虚, 到时少不了有人又要在背后议论。 议论你又如何? 你何时怕人议论过? 那也不行, 明日我无论如何也要入宫赴宴, 我要亲自把事情说清楚, 不争馒头争口气。 你最好想清楚后果, 宴会至上父皇和母后, 未必会给你解释的机会, 而且一怒之下, 你免不了要受些惩罚, 到时候可不要来找本王。 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少的? 若有惩罚, 我一个人受着就是。 那就随你吧, 希望你到时不会后悔, 哭着喊着求本王。 明日早些起床, 别耽误了时辰。 知道了, 那不是韩王妃吗? 都跟沐王私会了, 竟然还敢不知羞耻地入宫赴宴啊。 还真是他。 为了参加黄太风的接风宴, 连脸都不要了。 韩王也是, 竟然也容他胡来。 今日的宴会有好戏看了, 皇后娘娘可是专门下了意志, 品行不堪的人不准参加宴会。 谢遥将周围不堪入耳的声音, 全都听在耳中, 面色如常地缓步前行, 嘴角带着淡淡微笑, 楚寒的面色有些沉, 目光中引着冷意。 谢遥犯了这么大的错, 楚寒竟然还同意带谢遥入宫, 楚寒为什么会对谢遥这么好? 快看, 金王妃去找韩王妃了。 身为大嫂, 主动出面教训弟媳, 金王妃做得不错。 韩王妃, 你不该来的, 大嫂此话何意? 韩王妃何必明知顾问, 你这么做丢的是韩王府的脸面, 伤的是你和韩王之间的夫妻, 情分? 我作为外人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你毕竟是用了手段嫁入韩王府的, 更应该珍惜跟韩王的夫妻情分才是。 大嫂还请明示, 我实在听不懂, 不过随王爷入宫赴宴, 为何就丢人了? 韩王妃莫非不知道, 外面关于你的传言? 大嫂这是信了外面的传言? 我当然希望你跟沐王是清白的, 但是外面的人都在这么说, 人言可畏呀。 就算你故意这么做会被韩王休憩, 也绝不可能再嫁入沐王府, 没人会允许这种不伦的事情发生。 大嫂直接将我画在了不尊人伦的层面上, 看来大嫂还是很关心韩王的。 静王是大皇子, 我是静王妃, 对于诸位皇子的事情, 自然要关心。 但是, 我怎么听说大嫂跟韩王是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的, 感情深厚? 你究竟要说什么? 大嫂何必激动, 我也只是怀疑大嫂的心里 还是记挂着韩王而已。 韩王妃, 有些事情在你没有彻底地了解清楚之前, 不要妄下结论, 这不是你身为王妃应有的风度, 而且, 你随意下的结论, 很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大嫂不必生气, 我也是为了你好, 虽然我说的那些只是我听来的传言, 但是人言可畏, 万一传到静王的耳朵里, 伤的是你们的夫妻感情。 所以, 请大嫂保持王妃应有的风度, 不要做随意伤害别人的事情。 谣言止于智者, 希望大嫂是一位智者。 好一个, 谣言止于智者。 韩王妃, 本宫竟不知你有如此文采。 多谢姨母妃夸赞, 我只是随口一说。 见过姨母妃, 都免礼吧, 你是老大家的, 是所有皇子王妃的大嫂, 应该做一个表率作用的, 要谨言慎行才好。 儿媳明白了, 一定听从姨母妃教诲, 时刻谨言慎行。 大嫂, 本王方才听闻, 你怀疑本王跟五弟媳私会? 四弟误会了, 我只是担心谣言中的内容, 所以过来了解一下事情。 本王听说, 金钟关于本王和五弟媳的谣言四起, 本王想知道, 大嫂听到的传言是哪一版? 我刚刚失言, 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韩王妃听到的谣言, 又是哪个版本? 我没有慕王研究的透彻, 只知道有谣言存在而已。 谣言? 本王过来, 并不是专程打听谣言版本的。 五弟媳有一样东西, 遗落在本王的马车上。 本王是专门给五弟媳送东西来的。 说着, 他拿出了一只牡丹金簪, 这个就是你说的, 我遗落在你马车上的东西。 正是, 本王原本也无法确定这簪子是谁的, 但当日本王的马车只有韩王妃乘坐过。 为了稳妥起见, 本王还专程找到制造这只簪子的商铺, 他们只制作了两只牡丹金簪, 这其中一只便是被你买走的, 另一只目前还在商铺中并未出售。 所以本王确定, 这只牡丹金簪是你的。 韩王妃, 我没想到外面的谣言竟然是真的, 你真的跟沐王私会。 沐王为了证明这些东西是我的, 可谓煞费苦心了。 没什么, 本王只是想物归原主罢了。 既然牡丹金簪已经交还到你手中, 那本王就不打扰了。 告辞。 沐王请留步, 拿起手中的牡丹金簪, 然后放在地上, 一脚踩上去, 狠狠碾了几下。 牡丹金簪顿时被踩得粉碎。 韩王妃, 你这样做又有什么用? 我们都看见了那只牡丹金簪, 难道你还能让我们忘了不成? 韩王妃何必如此? 若是不喜欢了, 直接扔掉就是。 若是因为本王的缘故, 本王在陪你一只就是。 沐王请看一看, 这又是什么? 既然不是你的牡丹金簪, 你又何必毁了? 让沐王拿什么去陪给那只 牡丹金簪的真正主人呢? 无妨, 沐王方才说过, 那制造金簪的铺子里 还有一只金簪尚未出售, 直接买了还回去就是。 至于这只簪子, 沐王竟然说是我的, 那么我如何处置都可以了。 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还有一只牡丹金簪? 还能是怎么回事? 沐王想要坐视外面的谣言, 结果失败了呗。 谣言终归是谣言。 沐王, 你最好想好说辞, 去跟皇上和皇后娘娘交代。 多谢姨母妃提醒。 日后, 若再遇到有人如此逼迫你, 你就直接来找本王。 本王给你撑腰。 多谢王爷。 你知道沐王会拿簪子跟你对质。 是他运气不好, 我出门前看见牡丹金簪, 只觉得心里喜欢, 便拿着了。 所以你是真的上了他的马车? 是被他强行录上车的。 为什么之前不说? 没必要啊, 而且说了也没人信。 如果还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第一时间跟本王说。 什么意思? 不用那样看着本王, 本王也是为了 韩王府的名声和脸面, 若再有类似的谣言传出来, 本王都真的脸面尽失, 无法在京城中立足了。 放心, 不会有下次了。 本王劝你不要那么自信。 好。 韩王。 明慧公主。 久不曾见面, 这是一份博礼, 还望韩王不要嫌弃。 明慧公主客气了, 礼物就不必了。 韩王是嫌我理清吗? 当然不会, 只是本王无功不受禄, 还请公主收回去吧。 韩王不必对我如此提防, 我不远千里而来, 并非是为了陷害某个人, 而是真心实意地, 想要送给韩王一份礼物。 既然明慧公主如此有心, 那便将这份礼物送予父皇吧。 本王身为人子, 自然是以父皇为先。 韩王说笑了。 楚寒刚要继续开口, 忽然边上一阵混乱。 孙侄郎, 你怎么了? 快去叫御医! 夫君, 你怎么又晕倒了? 有人晕倒了, 随本王过去看看。 楚寒会主动关心旁边人的病情? 看破不说破, 他也装着很紧张的样子, 跟着楚寒离开了位置。 你是怕了他? 一派狐言, 本王是念在他是异国公主, 不想让他施了面子。 所以, 你是一定不会接受他的礼物了? 虽说见面就送礼物, 有些唐突, 但人家好歹也是一个美人, 又对你礼貌有加, 你这样会很伤了美人的心的。 你还要给本王那些? 嗯, 我可没那个闲心, 你喜欢就收着, 不喜欢就推出去,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是本王的王妃, 当然跟你有关。 我就是因为是你的王妃, 才会被这么多人针对。 那也是你自找的。 准备出发, 去昭阳殿。 是。 有了他, 今晚大事可成。 王爷, 我今晚有些失眠, 王爷可否陪我说一会儿话, 不会耽误王爷休息的。 进来吧。 多谢王爷。 房中, 楚寒正在更衣。 还是王爷房中的香薰味道好闻, 让人的心都能跟着静下来。 你若喜欢, 本王命人明日将你房中的香薰换掉。 多谢王爷。 上官月偷瞄了楚寒一眼, 见楚寒根本没有看过来的意思, 飞快地掀开香薰炉, 将瓷瓶里的东西加了进去, 然后盖好盖子。 你的脸色为何这么红? 可能是来时路上走得急了些。 王爷, 月儿已经嫁入王府有些时日了, 但王爷一直未曾碰过月儿, 今晚夜色如酒, 月儿都觉得有些醉了。 王爷不如趁此机会, 跟月儿在一起吧。 楚寒只觉得浑身难受得要命, 让她的神志都有些模糊了。 谢遥, 你怎么在这里? 你是何时进来的? 谢遥, 回答本王。 王爷, 我也是刚刚才进来, 你怎么了? 不管楚寒把她当成谁, 只要能跟她在一起就行。 抱住谢遥, 楚寒只觉得好像灵魂被洗涤, 一种执念特别深, 她想让她成为她的女人。 在理智要被吞噬之前, 她再次低谋, 看了一眼怀中的人, 却是面色一变。 是上官月? 怎么回事? 王爷, 我们还没有在一起, 我们就在今夜在一起了吧。 楚寒的挣扎越发激烈, 下一刻就将上官月扔到一边。 上官月眼睛又红又恨又狠, 她要跟楚寒在一起, 今晚必须在一起。 就在她坚持的目光之中, 楚寒挣扎了一下, 就直挺挺地躺倒, 滚过去了。 啊, 王爷, 怎么会晕倒, 而不是, 楚寒悠悠转醒, 下一秒, 双眸瞬间睁开, 眼底一抹冷意闪过。 当她掀开被子时, 眸光煞时锐利。 王爷, 你醒了, 王爷想必是累着了, 我, 我现在没办法起来。 顿了顿, 她还是掀开了被子, 准备穿衣服。 月儿已经让人准备了, 补身的饭菜, 现在便伺候王爷更衣吧。 楚寒眸子微眯, 一开的目光, 却刚好看见床单上的几点血红, 神色煞食一变。 上官月察觉到楚寒的神色变化, 不着痕迹地将自己割破的手指藏在身后, 装出一副害羞脸红的样子。 儿媳见过父皇, 免礼, 朕听说皇太妃曾打算给老五纳妾, 被你拒绝了。 是的, 父皇。 为何不愿给老五纳妾? 儿媳跟王爷大婚的时间尚短, 纳妾的事情不必急于一时。 你是说朕和母妃在瞎操心吗? 儿媳不敢。 不敢? 哼, 朕倒是看你胆子大得很。 刚要回话, 这时楚寒也到了。 不知父皇召儿臣来是有何事? 老五, 你昨夜在营中过夜, 军中竟有如此多的药物处理吗? 启禀父皇, 儿臣是在制定操练计划。 虽然谢连将军在前方接连取胜, 但儿臣认为此刻也不能大意, 不能有任何的掉以轻心。 如今东奥国大败, 一旦其他两国联合起来压制我们, 我们的压力将会变得很大, 不得不放。 等你手下两个副将的伤势恢复, 你就把军务交给他们吧。 你是皇子, 不用实必公亲。 儿臣明白。 老五, 你和明慧公主的关系如何? 见过几次面, 有过几次交谈? 嗯, 如此甚好。 朕问过明慧公主了, 决定给你二人赐婚, 则良臣即日完婚。 父皇不可。 你为何不同意? 儿臣府中已经有了王妃和侧妃, 以明慧公主的身份, 给儿臣做侧妃已经是委屈了她, 更何况是妾室。 儿臣建议, 不如看其他皇子, 哪个正妃之位有空缺的, 再将明慧公主赐婚, 才是最稳妥妥。 你在交朕做事? 儿臣不敢, 请父皇教诲。 韩王, 朕既然决定死婚, 自然不会误了明慧公主的身份, 她以平妻的身份, 嫁入韩王府, 身份地位和正妃相当。 老五媳妇, 对于明慧公主交给老五做平妻之事, 你可同意。 儿媳全听王爷的。 你还有何话说? 启禀父皇, 儿臣何德何能, 正妃平妻侧妃一应俱全, 而其他皇子, 有的甚至连侧妃都没有。 如果真让明慧公主嫁给儿臣做平妻, 儿臣受之有愧, 还请父皇权衡一下, 坐到鱼路均沾, 也好不让儿臣难做。 启禀皇上, 红世子在外面, 想要见您。 宣。 陈红叶见过皇上。 起来说话, 你来找朕是为了何事? 启禀皇上, 陈听闻明慧公主, 想要嫁给韩王, 不知此事是真是假。 是真如何? 假的又如何? 若是假的, 臣这趟就算白来了。 若是真的, 还请皇上将明慧公主赐婚给臣。 胡闹! 皇上息怒, 臣说的话, 句句真心实意, 绝无虚言。 臣知道明慧公主一直心仪汗王, 但臣更知道, 韩王的心思都在韩王妃身上, 根本无心外人, 就连那个侧妃都不碰一下。 若是明慧公主嫁入韩王府, 岂不是要守一辈子火寡, 这未免太惨了。 而且, 臣信仪明慧公主已久, 如今听到皇上要让明慧公主嫁给韩王, 当真是心痛无脚。 臣, 恳请皇上成全。 老五, 红爱卿所说的可是事实, 并没有红世子说的那么严重。 儿臣已经跟月儿有了夫妻之事, 你们都下去吧, 关于明慧公主的婚事, 在意。 是。 韩王, 下次再有这种事情就别找我帮忙了, 万一皇上真答应了, 我岂不是真要娶了那个婆娘? 你不是一向喜欢美人吗? 难道明慧公主你还看不进眼? 漂亮是漂亮, 就是心思太多, 手段太狠。 我府中那些妾室, 哪里是她的对手? 万一都死光了, 你再陪我一群妾室? 算了, 反正我跟那名说, 明慧公主的事情, 我只能帮你挡这一次, 下不为例。 行了, 堂堂红世子, 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婆婆妈妈的? 快走吧, 本王还有事情。 楚汗, 你谢我杀驴你。 韩王妃, 你怎么眼光这么差, 看上她? 时候若再发生类似今日的事情, 你便像刚刚一样, 全都推到本王身上即可。 楚汗忽然开口, 目光在谢遥身上落了一瞬, 快速移开。 谢遥点头, 就算楚汗不说, 她也一样会这么做。 是军营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她怎么觉得楚汗好像不开心? 招楚帝要赐婚的时候, 也没见楚汗是这样的状态啊? 军营很好。 那, 你昨夜怎么没回府啊? 你刚跟上官月有了夫妻之时, 不是应该…… 话说了一半, 谢遥连忙打住。 楚汗刚碰了上官月, 第二夜就躲到了军营里, 难道不和谐? 本王有军务要处理, 还要告诉你不成。 他看上去竟然一点也不在意, 从他口中说出来, 就好像在谈论其他夫妻之事。 既然你跟上官月两个人 已经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何时跟我合离? 也免得我们之间继续相看生宴。 你就那么想跟本王合离? 楚汗这是发什么疯啊? 不就提了一下合离的事情吗? 至于这么大的火气? 薛夫将的手指已经恢复一段时间了, 你抽空过去看一看吧。 不过, 楚汗的确提醒他了, 他的确需要去一趟军营, 看一看那两位副将的伤势恢复得如何了。 上官侧妃, 距离我们上次分开才没过多久, 你又急着见本王, 未免也太兴急了一些。 沐王误会了, 我此次前来, 是希望沐王和我都冷静一下, 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能再这样继续持续下去了, 那样对我们两个人都不利。 前几次你还不停地求着本王, 现在却跟本王说要结束。 沐王误会了, 实在是因为我们的关系, 若继续持续下去,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本王最喜欢做一些危险的事情, 只有你才足够有挑战。 沐王请自重。 沈观月, 你先弄清楚自己的身份, 你在本王眼里, 不过是一只蝼蚁而已, 即便你是韩王侧妃, 本王若想要你死, 也只是亲可见的事情。 沐王息怒, 还请沐王大发慈悲, 放过我吧, 我已经…… 你已经跟楚寒有了夫妻之识, 所以你就把赌注都压在楚寒的身上, 打算抛弃本王了。 我的确跟韩王已经有了夫妻之识, 只要沐王答应, 有什么条件可以说出来, 我愿意一试。 哼, 本王的条件? 你以为就算本王答应了你, 你就能重获楚寒的心吗? 我, 我当然能。 沐王, 你住手, 我是韩王侧妃。 这个时候想起你是韩王侧妃了, 你让本王帮你对付谢遥的时候, 不是对本王很乖吗? 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 现在我不需要了, 我自己也能对付谢遥, 而且将军府要出事了, 这些事我太着急了。 沐王, 我们之间结束了。 你就是一颗棋子而已, 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信不信我让楚寒知道你那些丑陋的嘴脸, 到时候, 还要本王亲自动手吗? 上官月已僵, 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不甘地开始屈服。 王妃, 王爷在前厅请您过去。 前厅? 王爷找我什么事? 是红世子带了一对夫妇过来, 据说是来找王妃诊病的。 知道了, 回去告诉王爷, 我随后就到, 不知王爷叫我前来, 是为了何事? 童世子妃, 这位, 便是本王的王妃。 见过韩王妃。 童世子妃不必多礼。 童世子妃身体不适, 听闻你医术精湛, 所以专程前来求医。 童世子妃觉得哪里不舒服? 我经常肚子疼。 还有其他不舒服吗? 再就是浑身上下说不清的难受了。 既然韩王妃医术精湛, 还请告诉我, 我这世患了什么病症? 童世子妃请随我去偏听吧, 你需要躺下我才能够检查。 就在这里吧, 我现在疼得厉害, 一步也走不了。 而且, 韩王妃是怕在人前给别人治病吗? 竟然童世子妃不相信我, 又何必过来让我医治呢? 我还有事, 就不打扰你们了。 你。 等等。 童世子还有事吗? 唐姐, 你就算不避讳童阳, 不避讳我, 也该避讳一下韩王。 韩王妃见谅, 我听韩王妃安排就是了。 既然童世子妃身体不适, 那我们先出去吧。 看到楚寒他们出去后, 谢瑶稍稍有些失神。 这几日, 楚寒一直故意躲着她, 奇怪得很。 韩王妃, 若韩王妃不清楚我的病情也无妨, 我再找别的大夫诊治就是了。 我先找个地方让童世子妃躺下, 检查过后才知结果。 也请童世子妃放心, 我救你, 只是因为王爷开了口, 我要给她一个面子。 我一会儿会在你身上用手指按压, 你不用刻意抵抗, 只需要告诉我你真实的感觉就好。 于昭云应付的点头。 韩王妃, 我究竟是患了什么病症? 你得了蓝尾炎。 蓝尾炎? 就是长庸。 长庸? 韩王妃, 有些话你可不能乱说, 我会得长庸之症。 简直就是笑话。 腹痛应该有一阵子了吧, 最初会疼几日, 然后会减轻, 当你以为没事的时候又突然加重。 是又如何? 平日里可有暴饮暴食, 以及剧烈运动。 韩王妃, 你这样问未免有些故意了。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我很喜欢吃, 也很喜欢运动。 难道韩王妃要用这个理由来断定, 我得了长庸之症? 最近可有偶尔发热, 却不是染了风寒, 食欲不振, 甚至还有可能出现恶心呕吐的感觉, 触控次数也随之减少。 韩王妃, 我真的得了长庸之症? 是, 而且最好短时间内就开始治疗, 不然会耽误病情。 那... 你有把握治好我的病症吗? 可以。 之前的事情是我鲁莽了, 不该亲信外面的传言, 对韩王妃如此不信任, 还请韩王妃见谅。 这并不难治, 只要找到病员, 将其切除就好。 切除? 韩王妃,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的确还有一种办法。 不过, 见效会慢得很, 至少需要半年以上不能暴饮暴食, 不能剧烈运动, 而且还不能保证一定治愈。 于昭云情绪很低落, 舍不得半年的美食, 更舍不得这条命。 韩王妃, 我们先去找韩王她们吧。 医治的事情, 我还要跟世子仔细商议一下。 嗯, 尽快吧, 最好在两日之内给我答复, 若再晚了, 恐怕会影响治疗效果。 于昭云点头, 谢遥乘着马车, 缓缓前行。 走了一阵之后, 马车忽然停了下来。 王妃, 前面有一辆马车坏了, 将路堵死了。 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有, 但是要退得出去, 这巷子太窄, 马车转不过来啊。 好, 先退出去吧。 韩王妃, 我下来叙叙旧吗? 楚慕忽然出现, 直接拦住了马车后退的路, 给身后的人一个眼神, 将车夫直接给带走。 听见熟悉的声音, 谢遥第一反应就是摸了摸袖里的匕首, 手中的坚硬触感让她心头烧松。 王妃, 那本王就不客气了。 谢遥尝试着呼唤了几次戒指, 还是没有反应, 并握了握匕首, 下了马车。 子晴也跟着下来了, 慕王对我的行踪如此了解, 想必是在韩王府里安插了眼线吧。 哼, 是又如何? 本王的眼线遍布经常, 莫说你, 即便是一只猫, 一条狗, 也逃不过本王的眼睛。 上次你趁本王不被逃跑, 以为这次还能跑得掉吗? 谢遥磨光一寒, 匕首出鞘, 带着一道寒芒滑向楚慕 抓住他肩膀的手腕。 楚慕立刻放手, 等看清匕首后, 眼中闪过一抹意外。 没想到老五还挺宠你, 连红莲之刃都舍得送你。 王妃, 奴婢托出沐王, 你回头跑, 路口距离不远, 只要出了路口你就安全了。 上次是本王仓促之下没有准备, 这次本王出手, 还能让你们逃脱? 楚慕不屑冷笑, 拍了手掌两下, 刷, 在此前口中的路口, 立刻出现两名黑衣人。 谢遥, 本公主没想到, 你竟然当街就能做出这等让人不齿之事, 当真是丢尽了皇家的脸面。 谢遥, 看到我们, 是不是害怕了? 多亏了上官越带我前来, 才会看到你勾引四哥。 别忘了, 你是韩王妃, 不是慕王妃, 不知羞耻。 对公主, 你不要冤枉王妃, 王妃是要去乡军府的, 只是没想到在这里, 被慕王拦住了, 谁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是你的主子, 你当然帮她说话, 滚开。 王妃,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不是一直深爱着王爷吗? 怎么会…… 深爱五哥? 她就是看五哥心软, 好欺负, 才会缠上五哥。 四哥, 这个女人不能碰, 一碰就甩不掉了。 你放心, 本王虽然喜好美人, 但也有分寸, 手里移, 只是五弟习三番五次地找上本王, 本王也是避之不及呀。 慕王不去戏班子演戏, 实在是可惜了。 谢阳, 你还要不要脸? 之前勾引三哥, 现在又纠缠四哥, 你究竟要干什么? 瑞公主的脸可还打算要? 这么多的农包还要顶着风出门, 恐怕再过一个月, 也未必能够痊愈了。 再敢给我下毒, 你就死定了。 瑞公主哪只眼睛看见我给你下毒了? 眼睛若是不用, 可以捐出来, 我可以帮你让其他无法事物的人重见光明。 你在威胁我? 不是威胁, 是劝导。 就好像你隔着巴掌远, 连脸都看不清的时候, 就断定是我一个女子对慕王不轨, 而不是风流成性的慕王对我不轨。 四哥只是喜欢美人, 但绝对遵守礼法, 你就不同了, 你是劣迹斑斑的人, 自然是你勾引四哥。 王妃, 你快跟瑞公主认个错, 将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吧? 不然这件事要是传了出去, 被父皇和母后知晓, 那后果可就严重了。 对, 此事一定要让父皇和母后知晓, 让他们看穿你的本来面目, 绝不能让你继续留在汗王府里祸害五个。 山官月, 你在这里守着, 千万不能让她跑了, 我这就入宫禀明母后, 让母后经手承择她。 子晴, 你扶耳过来。 子晴立刻把耳朵凑过去, 仔细地听着, 一字不落。 王妃, 此刻而语已经无用, 你还是仔细想一想, 一会儿面对母后该如何解释吧。 你认为无用, 未必就真的无用。 谢瑶抬眸, 朝着上官月走了过去。 子晴跟在身后, 慕王, 快帮我。 楚慕站立不动, 看着谢瑶走向上官月, 嘴角带着玩味邪笑。 谢瑶, 你要干什么? 你不能伤我。 谢瑶眼前一亮, 直接一针麻醉剂, 朝着上官月的夜下注射进去。 谢瑶, 你竟敢伤我。 与此同时, 子晴趁着楚慕不在意, 直接跑了出去。 慕王少安悟躁, 既然瑞公主已经入宫将此事禀报母后, 我自会入宫说个清楚, 讨个明白。 有瑞公主和上官侧妃作证, 再加上本王的口述, 母后一定会严惩你。 你已是绝境了, 只有本王改口才能救你。 你会好心帮我? 让本王改口当然是有条件的, 就是你和楚汗和离, 然后做本王的女人。 慕王和上官月暗中勾结, 就是为了逼我做你的女人? 能够成为本王的女人, 都是能让本王心动之人。 慕王的目的不是我, 而是我身后的将军府吧。 我劝你打消这不该有的心思吧, 将军府只会与你为敌, 绝对不会和你扯上半点关系。 现在你更应该好好想想, 如何面对父皇和母后, 因你不守礼而产生的怒火。 本王不守礼又如何? 上次本王一不小心被你逃了, 你以为这次还能逃脱吗? 汉王妃, 你可知罪。 儿媳不知, 还请母后明示。 放肆, 到了凤怡宫, 你还要跟本宫装糊涂吗? 儿媳不敢, 儿媳今日只是要去将军府, 路上遇到慕王的马车坏了, 堵死了道路, 便想着换一条路走。 不成想, 沐王直接拦住了儿媳的马车, 欲对儿媳行不轨之事。 你胡说, 我亲眼看见, 算明是你主动跟四哥拉扯不轻, 你再勾引四哥。 我没有。 你怎么没有? 当时我和上官月都亲眼所见。 西兵母后, 王妃自从嫁入韩王府以来, 并没有得到王爷的宠案, 久而久之, 难免会有些心理的淤积, 所以王妃应该也是有苦衷的。 谢遥, 你还有何话说? 我没有。 西兵, 你…… 住口! 你们当着本宫的面朝, 当凤仪宫是什么地方? 沐王, 你如实告诉本宫, 你跟韩王妃之间究竟有什么瓜葛, 是否做出了犹如皇室掩面之事? 母后息怒, 儿神虽喜美人, 但也一直恪守本分, 不曾越居一步。 府中的那些事件, 也都是你情我愿, 从未用强。 五帝席不知为何, 已经三番五次地主动找上儿臣, 诱惑儿臣, 儿臣已经主动躲避, 但实在躲避不开了。 不过, 儿臣一直守住了初心, 不曾和五帝席发生过声。 韩王妃, 你莫非忘了你的身份, 你眼里究竟还有没有羞耻二字, 还有没有国法? 本宫掌管后宫, 今日若不处置你, 如何面对皇室的列祖列宗啊? 来人! 皇后娘娘为何如此生气? 气大伤身, 皇后娘娘还是多多注意身子才是。 依妃, 你来做什么? 皇后娘娘还请息怒, 都说笑多了容易生皱纹, 但生气多了也会让你有一张死板的脸, 如何还能让皇上喜欢? 本宫统帅后宫, 若是常年一张笑脸还如何立为? 再其未谋其正, 本宫的难处依妃是不会了解的。 统帅后宫的确是辛苦又不讨好的差事, 皇后娘娘辛苦了。 来人! 将韩王妃交给宗人府审问, 慢着! 依妃, 你要干什么? 皇后不必如此, 本宫只是好奇, 韩王妃就幸犯了多大的错事, 竟然要被发配宗人府。 韩王妃勾引穆王, 并且当街拦住意图不轨。 依妃可知道此事, 本宫自然不知, 不过本宫倒有些奇怪, 穆王的身手不弱, 是如何被韩王妃堵住, 虽又逃不开的。 在本宫的眼里, 韩王妃是一位手无腹机制力的弱女子, 最多会些医术, 难不成还给孟王病了不成? 皇后娘娘可宣了御医, 给孟王查看, 还是在教本宫做事? 皇后娘娘误会了, 若皇上来了问起, 皇后娘娘也不好交代, 本宫也是为了皇后娘娘着想。 皇上驾到! 皇后,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皇上, 此事臣妾难以启齿, 您还是亲自问韩王妃吧。 韩王妃, 告诉朕,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启禀父皇, 儿媳要回将军府探望祖父, 却被沐王拦下, 欲行不轨。 父皇, 韩王妃污蔑儿臣, 韩王妃在公宴前, 就曾主动勾引过儿臣, 还曾出现了传言。 儿臣在公宴上, 为了警告韩王妃, 特意拿出了韩王妃, 故意放在儿臣马车上的小物件。 没想到韩王妃毫不收敛, 而且变本加厉。 此次幸好有瑞公主和五弟的上官侧妃路过, 不然, 儿臣想要脱身, 恐怕还得费些麻烦。 既然之前便有此事, 为何不报? 儿臣以为韩王妃只是一时混了头脑, 毕竟此事会影响到韩王妃的名声, 只是没想到, 早知如此, 儿臣必然第一时间将此事禀报父皇啊。 韩王妃, 你在公宴上否认了曾上过老四的马车, 可有此事。 是的, 父皇。 朕现在问你, 你可曾上过老四的马车? 上过。 韩王妃, 刚刚本宫问你的时候, 你全盘否认, 现在皇上来了, 你自认隐瞒不住才全部说了出来, 你好大的担子。 母后, 血瑶一直都在狡辩, 他根本不配当韩王妃, 绝对不能留着他, 今日他会勾引四哥, 明日还不知道要勾引哪位亲王, 留着他, 就是留着皇室中的祸害。 我是被沐王强行抓上马车的。 韩王妃, 你以为还会有人信你吗? 你莫非忘了, 当初你勾引本王的时候, 是何等的阿奴多姿, 何等的妖娃妩媚? 王妃, 既然你已经承认了, 又何必预改迷章? 还是尽快承认了吧, 不然王爷的脸面也要被你丢尽了。 不知羞耻, 事已至此了还如此罪硬? 皇上, 此事必须尽快处理, 若是传了出去, 怕是要让天下人看笑话呀。 韩王妃, 你还有何话说? 儿媳还有证据, 证明儿媳是被沐王胁迫, 这是沐王想要强行将我抓走时留下的, 只要让沐王过来一试, 便知真假。 这能说明什么? 也许你对四哥意图不轨的时候, 四哥反抗导致的, 并不能说明一定是四哥抓你的。 瑞公主说的有几分道理, 不过, 我的肩头还有一处抓痕, 瑞公主可否帮忙解释一下, 这又是沐王如何反抗才能抓到的呢? 你说有就有啊, 藏在肩膀上, 谁能看得到? 父皇, 儿媳可以让摸摸验伤, 并且量下尺寸后, 跟沐王的手掌尺寸对比。 皇上, 臣妾倒是认为, 验伤一事可取, 孰真孰假, 一验便知。 韩王妃, 本王没想到, 你竟准备得如此周旋, 你心机之身, 当真可怕。 当初你威胁本王, 说如果本王不从, 你便会让本王难堪。 本王没想到, 会是以这种形式。 沐王, 你说我主动勾引你, 那你说我图你什么? 图你无法生育吗? 谢瑶, 你找死。 自我第一次见到时, 就已经可以确定, 你无法生育的事情。 既然如此, 我又为什么要舍弃风神俊朗的韩王, 去找你呢? 沐王, 难道是我吃傻了, 疯癫了, 才要舍弃韩王去纠缠你? 一派胡言! 谢瑶, 你凭什么污蔑本王? 即便你真的精通医术, 但你根本不曾给本王枕脉, 也敢满口胡言! 大胆韩王妃, 你为了脱身, 竟然不惜如此诋毁沐王, 简直有备人伦, 本宫即便想留也不敢留你。 启禀皇上, 皇后, 韩王殿下求见。 宣。 楚寒快步走了进来, 先是寒谋冰冷地看了上官月一眼, 儿臣见过父皇, 母后, 免礼, 你来得正好, 朕正在处理韩王妃跟沐王的事情。 启禀父皇, 儿臣正是为这件事情而来, 四哥不止一次想对王妃图谋不轨, 他也跟儿臣说过, 但苦于没有证据, 也就没有禀报父皇。 儿臣为了王妃的安全, 也尽量跟他同行出府, 但是没想到, 还是有了纰漏, 今日险些量成大祸。 老虎, 你们夫妻要人, 为何如此诬灭本王? 四哥,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你做的事情并非天衣无缝, 本王没有当即戳破你, 不是因为本王证据不足, 而是因为本王念在手足之情的份上, 想给你一次机会, 但很显, 你并不珍惜机会。 楚汗, 你休要顾弄玄虚, 本王只是因为你擅自停了军粮的运输, 派人去镇压过一次, 你便怀恨在心, 重重与本王作对, 这次, 你又要耍什么花呀? 你不必顾左右而言他, 你府中死了多少大夫事了, 怕是你自己都数不清了吧, 至于他们为何会死在你府中的原因, 无非就是因为, 他们治不了你的无法生育的病症。 穆王, 这么多条人命, 你打算如何处置? 王爷说的没错, 穆王每次抓我, 都会避问我是否愿意给他治病, 我说不愿意, 他就威胁我, 还说以后见我一次, 抓我一次, 直到我愿意为他治病为止。 四哥, 你打算先去府衙了结命案之事, 还是先去宗人府, 把强抓本王王妃的事情交代清楚? 欧斯, 你可还有什么要解释的? 父皇息怒, 儿臣, 可能是误会韩王妃了, 臣王殿下求见, 行, 儿臣见过父皇, 母后, 你此时入宫, 可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启禀父皇, 儿臣的手架, 看到四弟竟然在街道上, 公然纠缠韩王妃, 臣知道了, 父皇, 此时事关皇家生育, 儿臣认为, 应该尽快处理才是, 若有需要, 儿臣可以让风轻出来对质, 三哥, 不必了, 你的侍卫看错了, 父皇, 儿臣忽然想起还有要事没有处理, 儿臣先走一步, 告退, 楚慕说完, 一行礼, 然后桃一样的快步离开了, 儿臣身体不适, 告退了, 本王已经叫了御医, 等回复, 便让他给你看一看手丸的伤, 不必了, 我自己可以处理, 本王说让御医看便让御医看, 本王知道你艺术比御医精湛, 但这种伤势, 你自己没办法处理, 让御医给你妥善处理吧, 今天你将楚慕的隐秘之事公开了出来, 这几日就不要处复了, 嗯, 的确要小心, 此人太阴险, 不管有什么事情, 从今天开始, 都在王府里面处理, 这次的事情并非只有楚慕一个人在害我, 本王在进宫之前就已经知道事情经过, 这件事情, 本王会给你一个说法, 王爷, 月儿来了, 上官月, 你太让本王失望了, 王爷不要听旁人乱说, 月儿不曾做过对不起王爷的事情啊, 旁人, 你口中的旁人, 指的是王妃, 不, 不是, 我只是说, 王爷不要轻信别人诬陷月儿的话,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王爷, 问了王府, 那你告诉本王, 沐王是如何知道王妃要回将军府, 如何知道王妃必经那条窄巷路, 我, 我不知道, 我只是许久没见瑞公主了, 才会去公主府, 根本没有想到会照念沐王和王妃的事情, 所以你就要在王妃出府的同时, 急迫的连马车都不乘坐, 就赶去公主府, 这只是巧合而已, 我出府之前是要舒息打扮一番的, 即便我能知道王妃出府的消息, 我也不可能提前做好准备啊, 楚寒摇头, 眉宇间透着浓郁的失望, 将一张银票拿了出来, 上官月看见银票, 脸色瞬间惨白, 心头的慌乱被快速放大, 他收买管理马车下人的银票, 怎么会在这里, 这银票并不能说明什么, 我用的银子都是从账房支去的, 这银票是外面的, 不是我的, 本王说过这银票的来由吗, 我收买它, 只是想知道王爷的行踪而已, 跟王妃无关的, 他瞬间觉得浑身无力, 彻底瘫倒在了地上, 眼神了无生机, 楚寒知道了他和楚慕的事情, 他就一定完了, 王爷, 我也是被孟王逼迫, 我是不得已啊, 所以你就帮他陷害王妃, 一定要让王妃被修妻出府, 只是修妻谢遥, 事情没有坏到最差的那一步, 不管是谢遥还是楚寒, 都不知道他和楚慕之间真正的关系, 来人, 上官侧妃犯下大错, 仗则三十, 王爷, 你既然要仗则月儿, 足足三十仗, 就会要了月儿的命呀, 王爷竟然舍得, 无风, 是, 无风立刻带了两名侍卫进来, 将上官月嫁了出去, 王爷, 王爷, 许久不回来一趟, 一回来, 就防贼来了, 小心使得万年传, 这是祖父教我的, 少拿我的话堂搜, 你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快说, 说完了给我烤鸡烤鱼, 没问题, 你不用担心我, 倒是你, 分明已经告诉你, 让你防着上官月和楚慕, 你怎么还能中击, 你脑袋就不能多转转弯呢, 孙女当时急着回将军府, 就没地方他们, 而且孙女不是也全身而退了吗, 你那是运气好, 祖父, 我总感觉, 上官月和慕王之间的关系, 好像不是狼狈为奸那么简单, 你放心, 排出去的人, 我一直就没撤回来, 很快就会有消息了, 倒是你, 这段时间, 一定要注意提防楚慕, 我会让人在暗中保护你, 我之前听送信的下人说, 父亲他们, 已经有几日没有书信传回来了, 如今可有新的书信传回来, 老将军神色一沉, 缓缓摇头, 前线一切顺利, 目前的战事并不十分明朗, 因为接连大劫, 你父亲他们, 已经越过了原本的国境, 进到了东奥国的境内, 此刻, 应该是在一座, 一手难攻的山下基站, 山的后面, 就是东奥国的京城了, 皇上下旨, 若拿下这座山, 你父亲和你哥哥, 便是投工一件, 若失败, 将会以兵败论处, 所以, 就算你父亲他们想回来, 也不能抗旨不尊, 祖父认为, 父亲他们有几成胜算, 相信你父亲和你哥哥的实力吧, 他们一人便足以抵挡东奥国的进攻, 两人同时上阵, 未必没有攻陷东奥国的能力, 谢遥默默点头, 心情有些莫名的沉重, 陪本王走走吧, 本王有些日子, 被吃过这么多了, 嗯, 好, 外面的谣言虽然已经散了, 但你丝毫不能答应, 如今将军府已经毁了, 皇叔的第一次手术, 也已经完毕, 你短期内, 最好不要离开王府, 待不了多久, 皇叔的第一次手术之后, 隔三天就可以做第二次手术了, 无妨, 本王和你一起去, 多谢, 还有一件事情, 本王认为应该告诉你, 至于如何选择, 还要你自己做决定, 什么事, 本王偶然间发现, 你的继母裴侍, 似乎并不安分, 这段时间频繁出府, 去撕毁一名男人, 那个男人是谁, 他们认识多久了, 他没想到, 裴侍竟然还有胆子搞这种事情, 父亲在边境拼死搏杀, 裴侍却在京城中胡作非为, 本王的人也是刚刚发现, 还没来得及继续调查, 事关你的家事, 本王是想问你, 如果要继续调查的话, 本王就命人彻查, 但是如果你不想, 那本王自会让人收口如瓶, 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查, 一查到底, 好, 你等本王的消息吧, 见过依母妃, 这里没有外人, 不必距离, 依妃说了一句, 眉宇间带着浅淡的哀愁 和淡淡的忧伤, 依母妃感觉哪里不舒服, 依妃将手腕伸了出来, 本公最近浑身乏力, 夜晚时常会醒, 一旦醒来, 便很难入睡, 谢瑶缓缓点头, 其实, 不诊脉, 她也看出了依妃是思虑过度, 依母妃休息不好, 导致气血两虚, 让御医开些安神的汤药服用就好, 调理几日便可恢复, 本公已经在喝了, 想起自己的情况, 她的眼前又出现了那幅画卷, 那张跟她有七八分相似的脸, 美眸一暗, 如果不是当时在御书房看见了那幅画卷, 她也许不会想起当年的那些传言, 既然如此, 依母妃不妨多出去走走, 多动动, 看看不一样的东西, 也许能睡得安稳些, 依妃没有回应, 沉默了片刻后抬头, 美眸看着谢瑶, 莫名地问了一句, 你可以又给自己仔细筹谋一番, 谢瑶威正, 下意识地摇头, 依妃问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说筹谋, 她当然是有的, 等跟楚寒合离之后, 自然是天高任鸟飞, 海阔平逾月, 提前给自己筹划一番吧, 不然等到了时候, 会手忙脚乱的, 我不懂, 请依母妃明示, 没什么明示不明示的, 本宫只是希望, 你能提前给自己准备好后路罢了, 没有什么东西, 是能让你依靠一辈子的, 不知依母妃所指的, 是什么无法让我依靠, 依妃摇了摇头, 叹了一声, 本宫乏了, 要休息了, 谢瑶神色一动, 便起身告辞, 离开了柔衣宫, 红公子, 红叶的情况如何, 可这是谁伤了红叶, 见过韩王, 韩王妃, 二弟是在外面遇刺的, 对方是谁, 现在还不清楚, 而且二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已经有大夫在里面治了, 连没进宫的御医也被请了过来, 本王进去看看, 韩王还是在外面稍后片刻吧, 父亲不在府中, 由我暂代家主之位, 不宜寻思, 还请韩王见谅, 而且, 二弟在里面生死未卜, 等大夫们就职完毕了再进去也不迟, 不必, 本王妃医术精湛, 有她在, 红叶治愈的几率更大, 韩王说笑了, 韩王妃, 毕竟是一介女流, 如何懂得治伤啊, 如今二弟伤重, 还请韩王不要儿戏, 韩王还是在此安心等候吧, 等大夫们就职完毕了再进去探望, 女流之辈就不能懂医, 南宫宴给陈王治病多年, 父皇都不曾如红公子这般说过, 南宫宫主是宫人的名医, 解释少之又少的存在, 不可一概而论的, 她没治好的陈王的劳病被我治好了, 韩王妃见谅, 此时涉及我二弟的性命, 我必须一切以稳妥为先, 多谢韩王妃的好意, 红叶伤重, 侯叶最疼红叶, 此刻为何还不过呢, 父亲出城了, 那侯叶可知红叶伤重的事情, 不知, 我已经派人出城寻找父亲, 这时, 从房中走出来几位大夫, 诸位辛苦了, 我二弟情况如何, 红世子的伤情十分凶险, 被箭矢射中胸腹, 而且箭头已经伸得完全看不见了, 一旦取出, 将会必死无疑, 是啊, 我们已经给红世子上了止血的药, 勉强还能活上几日, 如果拔了, 人立刻就不行了, 还是先准备后事吧, 藏天无眼, 为什么会这样, 二弟他还年轻啊, 节哀顺变了, 韩王留步, 容我先看一下二弟的情况, 如果情况允许, 韩王再进去看我, 大夫刚刚出来, 你也不必查看红叶的情况, 韩王,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进去救治红叶, 外面的事情不必理会, 韩王妃, 你不可以碰二弟, 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你不要让他死前还要受罪啊, 你如此断定红世子要死了, 刚刚, 你还在求大夫设法救治红世子, 现在又对我如此抗拒, 韩王, 你松开我, 红昊, 收起你不该有的心思, 韩王此话何意, 我不懂, 我只知道这里是忠勇侯府, 二弟的伤, 是忠勇侯府的家事, 你知道本王说的是什么, 若红叶有事, 你难辞其咎不数, 本王也绝不会放过, 看见楚寒冷谋中的怒涩, 本王现在赶回军营, 你在这里守着, 若王妃出来, 告诉她, 本王会尽快赶回来, 是, 打一盆水来, 我要为世子清理伤口, 是, 韩王妃请稍候, 很快, 嬷嬷端着水进来, 并且还送来了一壶茶水, 韩王妃劳累, 先喝杯茶吧, 刚好有些口渴, 便没有多想, 接过来一饮而尽, 韩王妃, 奴婢是大少爷派来伺候的, 韩王妃如果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奴婢就是, 去吧, 我有事再叫你, 是, 嬷嬷应声, 将刚刚端进来的茶壶, 又端了出去, 谢瑶刚擦了几下伤口, 忽然手上动作一顿, 一阵强烈的头晕感传过来, 他煞事心头一沉, 这眩晕感很不对劲, 水有问题, 他没时间多想, 匆忙扶下一片药之后, 眼皮仿佛有千斤重, 便浑身无力地软倒在地上, 发出喷的一声, 哎呀, 韩王妃, 你怎么晕倒了, 来人, 快把韩王妃扶起来, 见谢瑶只是给红叶伤口擦了擦, 心头微松, 再去给韩王妃请一个大夫, 韩王妃是为了救治二弟而来, 一定要将韩王妃照顾好才是, 是, 王妃为何会晕倒, 哦, 你来得正好, 将韩王妃扶回韩王府吧, 看她的样子, 应该是太过虚弱才会晕倒, 说话间, 还看了一眼地上的谢瑶, 却看见谢瑶缓缓睁开了眼睛, 韩王妃, 你怎么, 我怎么醒了吗, 不是啊, 你刚刚晕倒了, 应该是过度劳累所致, 难道不是红公子命人给我送来了加了药的水, 我才会晕倒的吗, 韩王妃, 此话不可乱说呀, 要有证据才行啊, 我不需要证据, 我只需要告诉你, 如果红爷出事, 你难辞其咎, 不光侯爷会处置你, 韩王一样不会饶过你, 韩王妃这是说的哪里话, 我见你忽然晕倒, 也是担心才会闯进来, 我现在无事, 请红公子出去, 我要给红世子医治了, 二弟亲民攸关, 韩王妃不可逞强, 还是, 红公子是故意拖延时间, 想要让红世子不治身亡吗, 韩王妃不必如此, 我出去就是, 韩王妃, 红爷的情况如何, 侯爷不必担心, 红世子的情况已经稳定了, 之前红世子被箭矢险些射中心脏, 现在已经安然取出, 没有危险了, 多谢韩王妃了, 等红爷康复, 本侯定让他登门道谢, 侯爷客气了, 红浩, 你可知是谁伤了红叶, 事发突然, 儿子的心思都在如何救治二弟上, 还没来得及查, 彻查, 是, 儿子这就去安排, 这个时候, 楚寒了结了军营的事情, 回到中永侯府, 王爷, 卑职有事禀报, 可是, 吴风便附在王爷耳边, 低语了几句, 楚寒脸色瞬间一沉, 透着股冰冷寒意, 吩咐了吴风一句之后, 便大步走进了院子, 红公子要去哪儿, 父亲有命, 让我去处理一些事情, 请韩王不要阻拦, 侯爷回来了, 正好, 你跟本王回来, 把事情说清楚再走不迟, 楚寒说着, 就直接把红浩拉回了房中, 韩王, 你这是何意, 既然侯爷问起, 本王便直说了, 他, 被韩王妃下毒, 是本王妃昏迷, 韩王, 此事不可乱说, 你因为军营有事, 当时并不在侯府, 如何会知晓侯府的事情, 如果韩王妃中毒昏迷, 那二弟的伤又是谁给治的, 吴风, 把人带进了, 是, 吴风应声, 抓紧来一个摸摸, 红浩健壮, 脸色瞬间就白了,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六神无主, 忠永侯震怒, 一脚将红浩踹翻, 你个逆子, 剩下的是侯爷的家事, 你跟本王回复, 谢遥笑着看了一眼, 微微点头, 侯爷, 本王和王妃还有事, 先走一步, 本侯还有家事处理, 就不送韩王了, 此事, 本侯一定会给韩王妃一个说法, 你去查伤害红爷的人去了, 红爷遇刺的事情, 本王正在查, 而且, 如果红爷醒过来, 也能得到一些线索, 不过, 本王离开, 是因为军营出了点事情, 沐王也许在准备一个什么大的动作, 为什么这么说, 他去军营了, 说是要为曹飞平讨个公道, 实则就是帮助红浩调捕离山, 他跟红浩此前并没有接触过几次, 现在忽然帮忙, 可能是要拉拢人脉, 这不是以他的性格会做出的事情啊, 正是如此, 当然, 他也有可能是有更大的图谋, 对了, 之前说起你继母陪氏的事情, 本王现在跟你详细说一下, 愿闻其想, 首先, 陪氏和那个男子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从这几日刚刚开始, 而是维持了很久, 维持了多久? 那个男子叫吕成哲, 小时候就住在裴家边上, 跟裴氏是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 裴氏嫁入将军府之后, 吕成哲也搬到了将军府附近, 也就是说, 从裴氏嫁入将军府, 就一直没跟吕成哲断了联系, 楚寒点头, 谢瑶瞬间满眼愤怒, 仿佛随时都要点燃一般, 裴氏竟然给父亲戴了一顶天荒地老般的绿帽子, 你先别急, 本王还有一件事情, 没来得及说, 谢说不姓谢, 应该姓吕, 是, 母亲为何一大早就这么高兴啊, 你没听说吗, 你父亲和你哥哥在前线接连大结, 这一次是立了大功的, 等他们班师回朝的时候, 皇上一定会重重地封赏, 立下大功的两位将军都是咱们将军府的, 皇上一定不光是封赏父亲他们, 也会给咱们封赏吧, 那是自然, 到时皇上也许还会封我一个告命呢, 母亲, 那我呢, 你年纪尚轻, 有没成亲, 估计也没什么可封的, 不过到时可以让你父亲替你求一门好亲事, 有功勋在身, 皇上也许还会给你赐婚, 陈王的劳病已经好了, 我要嫁给陈王, 院外, 谢瑶刚好听到了这些话, 心头了然, 难怪谢卓只是缠了楚寒一次, 便再没了动静, 迈步走进了院子里, 他的眉间是带着冷意的, 你怎么来了, 为娘知道你忙, 如果没时间可以不必来看我, 谢卓, 回你自己的院子去, 谢瑶, 这又不是你的院子, 这是我娘的院子, 这卓儿惹你生气了吗, 为娘一会儿说他, 我要跟你说一些事情, 如果你不介意被谢卓听到的话, 他也可以留下, 卓儿, 你先回去吧, 谢卓以为, 陈氏又在交纵谢瑶, 也没多想, 转身走了, 瑶儿, 你说吧, 找为娘是有什么事情啊, 我没想到, 你竟然隐藏得这么深, 竟然把情郎都带到将军府边上,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瑶儿, 你在说什么啊, 为娘听不懂啊, 住口, 你不配以我继母的身份自称, 你究竟要说什么啊, 难道是听了什么人的谣言, 既然你现在还执迷不悟, 我不妨告诉你, 你和吕成哲的丑事, 已经瞒不下去了, 如果你还要脸面, 那就自请下堂, 等父亲回来, 也许会留你一个全尸, 你不要听别人胡说, 我没有做过, 是什么人告诉你的, 我要跟他当面对峙, 是寒王告诉我的, 瑶儿, 谢瑶, 你饶了我吧, 只要你帮我隐瞒此事,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只要你开口, 上刀山下游过, 我全都帮你, 拿开你的脏手, 自请下堂, 或者报官, 我虽然是继母, 但我也是你的娘啊, 你占这么狠心的对我, 日夫妻百日恩, 我跟将军十几年的夫妻, 情分深厚, 你就不怕将军回来问责于你, 你不配提及父亲,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是否自请下堂, 瑶儿, 求你饶快我这一次, 我真的知道错了, 而且此事宣扬出去, 将军府面上也无光啊, 更何况, 你父亲还在外面挣扎, 若是此事传到他耳中, 因此分了心, 可就麻烦了呀, 这战场上道见无眼, 分审不得啊, 你也知道父亲在外拼着性命征战, 所以, 瑶儿你要给我一次机会啊, 我一定能改的, 你相信我, 还有卓儿, 你要给我留一条后路, 不可赶尽杀绝啊, 陪师看着谢瑶冰冷的眼神, 自知这次是没有任何翻身的希望了, 只能无力地跪在地上, 生泪俱下, 我写, 我写, 见过韩王, 韩王妃, 侯爷客气了, 红爷这几日恢复得如何, 本王忙于军务, 这几日也不曾过了, 有劳王爷挂念, 红爷比旁人更躺不住, 早就四处乱走了, 这是听见你来了, 才又回去躺着, 我们先去给红爷复诊, 完事之后, 再来拜访侯爷, 不必麻烦了, 皇上召见, 本侯一会儿还要入宫一趟, 如今府里是红爷当家, 红号已经被本侯发配出京城, 去乡下老家种田去了, 侯爷英明, 能起来吗? 是韩王妃救了本世子的命, 本世子从今日起, 便听韩王妃的吩咐, 至于韩王, 本王如何? 自然也是要听的, 本世子感谢韩王妃救命之恩, 他日韩王妃若有差遣, 即便只是一张字条, 本世子也必将尽力而为。 红世子言重了, 不介意的话, 红世子就在这里掀开衣服, 让我检查一下伤口, 红叶文言, 耳根子稍红, 但也没扭捏, 一下将衣服掀开, 嗯, 好了, 放下吧, 伤口恢复得很好, 你躺下, 我再检查一下里面愈合的情况。 红叶一眼躺下, 谢瑶又检查了一下, 然后又枕了枕脉, 再过几日, 你的身体就彻底痊愈了。 韩王妃何时再来, 把这东西拆掉? 红叶又掀起衣服, 指了指伤口上的缝合线。 你有话说出来就好, 堂堂世子, 没事掀什么衣服? 不用拆, 到时候会融入你体内的。 这东西, 显能融入本世子体内? 是的, 嗯, 就好像是吃饭一样, 你就想成, 你的肚皮把那些馅当成一顿饭吃下去了。 吃下去? 我…… 她很爱吃, 而且吃东西还很挑剔, 所以最受不了吃恶心的东西。 但你自己嫌疑了。 在地面刚才吃了, 我也吃得了。